他叫杨逆,今年21岁,是个普通实习生,但就在刚刚,因为一件意外,不幸身亡,就在杨逆醒来后,却发现自己身处繁华夜市之中,对于身处何处他完全没有头绪,只看到面前一个武士着装的人,正在威胁小混混把时间还给他,眼看武士刀即将劈下,小混混连忙跪下求饶,此时,杨逆的背后传来一声骚动,回头一看,一只青龙面目猙獰地向着他发出怒吼,还没等反应过来,青龙就呼啸着直接穿过他的身体。 不过杨逆并没有察觉身体有什么异常,青龙也立马腾空消失在事迹中,回过神来,他发现自己换了一身衣服,面对在自己死亡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杨逆感觉自己快要抓狂了,大喊着我要回家。 这时,街角的一个胖子冲着他打了声招呼,来了老弟,他对于胖子的招呼很是疑惑,结结巴巴地回应了一句,再叫我吗? 胖子一眼看出杨逆是新来的人,便提出有话进屋说,一边说着一边拉扯着他进屋。 进入了茶馆,杨逆终于觉得有个正常点的事件了。 就做后,就开始请教起胖子的姓名。 胖子名叫王潇傻,专门给新人提供情报,就叫他小王吧,说着就将自己的名片推给了杨逆。 但杨逆还是问了一下小王,这地方到底是哪? 小王很不解,质疑他怎么还没看出来这地方是哪里? 很明显,这里就是黄泉了。 杨逆果然没猜错,自己刚刚出了意外就来到这里,这里果然是黄泉。 小王看他如此激动,就让他冷静一点,说不要慌,能来到这里的人,都是阳寿未尽之人。 当然,偶尔也有意外死亡来到这里的。 杨逆听了立马来劲了,难道自己还没死? 小王肯定了他的说法,说没错,现实中的你现在没准,正在抢救当中。 但是在黄泉,时间是无限拉长的。 如果在这里达成特殊条件的话,还可以重返人间。 杨逆惊呆了,问小王重返人间的特殊条件是什么? 小王说这个地方每天都会有那个人,发布一个游戏,只要通关游戏,就能得到一张扑克牌。 特殊条件就是集齐54张扑克,再找到隐藏着黑暗力量的钥匙,就能重返人间。 杨逆听明白之后,转身就跑着要去参加游戏。 小王让他不要着急,觉得自己提供给了他这么多情报,是不是多少该一丝一丝。 但杨逆当场就表示自己一分钱都没有。 小王却说自己要的不是钱,要的是他的时间,难道没听说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吗? 在黄泉是用时间消费的。 杨逆剩下的杨兽就是他的本钱,赢了游戏的话还有时间奖励。 他问小王要多少时间,小王大手一伸,要了五天。 小王让杨逆放心,看他年纪轻轻,在人间至少还能再活五十年。 杨逆同意了,便问怎么支付,小王转过身去,不知道在鼓刀着什么宝贝。 没过多久,便掏出了一个收银机,上面写着时间支付通,只需要把手放上去就可以了。 他就把手放上去了,显示要输入密码。 小王说,初始密码是本人的生日。 杨逆试了一下,果然支付成功了。 支付成功过后,机器就开始发出提示音,账户余额过低,余额仅剩十分钟。 这把他给吓坏了,杨逆就问小王这机子是不是出问题了。 小王轻声嘀咕,还以为至少还有一个多钟头。 他急眼了,明明只转账了五天时间,怎么就只剩十分钟了。 小王收到时间后立马翻脸了,表示意思很简单,就是他只能活十分钟了。 小王也不装了,一把推开杨逆的手,心里想着终于集齐了十年阳寿。 杨逆这才意识到自己在黄泉被人给骗了。 小王转身就逃出了茶馆,并说让杨逆好好珍惜自己的最后十分钟吧。 杨逆奋起直追,边跑边喊,王潇洒,你给我站住。 突然一只手伸了出来,杨逆的腿被抓住了,原来是刚开始的小混混。 他表示自己没时间了,救救他吧。 刚开始的武士也追了上来,准备收下小混混欠的时间。 小混混开始垂死挣扎,恳求杨逆给他一点点时间,一点就好。 话还没说完,就传来到济世结束的低声,小混混手上的济世气归零了。 伴随着低声结束,就发出阵阵咔吱咔吱声,小混混的身体开始变成黑炭一样的碎片。 把周围的人都吸引了过来。 一辆旅带车纹声赶来,司机乘客都是兔子。 杨逆觉得很眼熟,刚才的茶馆里也有兔子。 兔子下车就开始收集小混混的残肢碎片。 一边收拾着现场,一边发出咕咕的叫声,没多久就收拾完尸体,打道回府了。 杨逆这才见识到了,在黄泉花光了自己的时间的下场,那就是被彻底抹除。 就在他叹气的同时,街边的喇叭响了起来。 游戏开始发布,请玩家有序前往附近ATMG确认并参加游戏。 他想起来刚才骗子小王说的游戏,只要赢了就有时间奖励。 随后就开始跑了起来,寻找附近的ATMG。 时间银行里,人山人海。 杨逆一把冲了进来,大喊着我要参加游戏。 一台游戏机状的ATMG被他锁定,便开始操作起来。 随便倒过了几下,机器便有了显示。 确认过后就出现了一个任务。 面对任务,他紧张地咽了口口水。 心中恳求爷爷保佑自己,随后就按下了接受任务。 刚接下任务,周围的一切就随着一股肤色的冲击波而静止了。 安静的氛围被告示牌的一只小老虎给打断。 小老虎讲解着注意事项,请勿上当受骗,游戏即将开始,请您遵守游戏规则。 说完一道传送门,就在杨逆的身边展开。 他想都没想,就钻了进去。 因为现在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先活下去。 身后的小老虎还在说话,尽情享受游戏乐趣,最后祝您,长命百岁。 杨逆被传送到了一个满是显示器的密闭空间。 身后也有许多被传送来的,参加游戏的人。 一位一看,就很像主角的黄毛拧了拧自己的手腕。 一位先锋盗鼓的长发男子,在闭目养神,一言不发。 一位长相潦草,穿着十分不得体的爆炸头大妈。 两位看上去像是组队来的嘻哈男和萌妹子。 还有一位白发美男子,竟然带了自己的宠物。 最后,还有个沉默不语的地中海独演大叔。 杨逆对这些参加游戏的人感到很惊讶。 一位腰间别着金腰带的大叔走了过来,上来就挑战梅花难度的游戏,勇气可嘉。 大叔一边说着一边向他走来,胸口的纹身写着黄泉第一,十分显眼。 大叔一把勾住了他,解释自己是青红刺客店铺的黄熊,跟他组队,保证能低。 只要求他到时候加入他们店铺。 显示器有了反应,并传出声音,木头人游戏即将开始,请认真阅读游戏规则。 简单的来说,就是前五个能赢,后四个失败。 黄熊觉得很简单,不就是比速度吗? 这游戏简直是白送时间。 杨逆却觉得不会这么简单就能赢。 伴随着轰隆声,有什么东西出来了? 一个硕大的假人玩偶从天而降,摔在了地面上。 玩偶刚落地就开始张嘴。 今天有这么多小哥哥小姐姐陪宝宝玩游戏呀。 玩偶的声音断断续续,快,宝宝已经等不及了。 之前带着宠物的白毛美男子,掏出了一张VAP卡,要求提前气跑。 白毛美男子的VAP卡,允许了提前气跑。 黄熊很佩服,真有人舍得用两天时间,买一张只能用一次的破卡。 杨逆心想,在这种情况下,提前气跑胜率会大大提高,两天换四天,绝对不亏。 还没过多久,玩偶又开始说话了,宝宝等不及了,宝宝要开始唱歌了,游戏开始。 话音刚落,开始的那群人就瞬间冲了出去,就剩他一个人在最后。 他开始感叹这群人是不是打了鸡血,一个个都是什么神仙操作。 回头一看,爆炸头大妈比自己还慢,黑呀黑呀地慢慢跑。 大妈看他在瞧不起自己,掏出一瓶药水,喝下后瞬间强壮百倍,风一样的速度跑了出去。 杨逆觉得不对劲,这里的人一定有什么他不知道的特殊能力。 啦啦啦,我们都是木头人,你不说话我不动,我不走路你不笑。 身后的玩偶开始唱歌,哪个宝宝做得好哪个宝宝死不了。 小朋友们做游戏,你追我看,真有趣。 一个拿着大弯刀,一个戴着鬼面具,做完游戏要休息。 话音落下,大妈喝了药水停不下来,直接往前翻滚了过去。 这下糟了,倒计时结束之后,大妈还在翻滚。 这触发了玩偶的惩罚机制,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犯规。 犯规。 那么接下来,就让小白陪你玩一会儿吧。 说完玩偶肚子上的机关门开始打开,里面一只血腥恐怖的蠕虫,开始不停挣扎,想要出来。 没一会儿,虫子就锁定了犯规玩家,咆哮着向大妈冲来。 在她面前发出怒吼,这下估计是死定了。 虫子一头猛地扎向她,却被躲开了。 不仅如此,大妈还跃向空中,手中的戒指开始出现黑色液体,直至把整个手掌包覆,形成了一把不可名状的黑色利刃。 黑色利刃仿佛有生命一般,突然延长,一下子刺进虫子的身体,使得虫子发出痛苦的鸣叫声。 原来之前恐惧的脸色都是伪装,大妈轻烈了一笑,不过一条虫子而已。 黑色利刃瞬间恢复原状,形成了一只黑色的手套,杨丽察觉出这应该就是大妈的技能。 还没等大妈话说完,虫子嘴里吐出一股绿色的液体,还冒着烟,看上去就十分致命。 仅是一滴液体沾上衣服,直接就渗透进皮肤,把整个腿给横向切断了下来。 尽管大妈伸手矫健,也敌不过掉一条腿,疼得直接从空中摔了下来。 疼痛难忍,他从口袋又掏出一瓶绿色药水。咕咚咕咚地喝下后,断腿就开始冒出白烟,仅仅是伤口愈合了。 虫子贪婪地吞食着刚才被切断下来的断腿,王偶还在住行,太好了小白,大姐姐给你喂点心吃了。 虫子吃完后又返回了王偶肚子上的机关门,看样子惩罚事结束了。 机关门关闭后,王偶又开始说话,好了,游戏继续,我要开始唱歌了。 刚才的一切被杨丽看在眼里,感叹这就是黄泉吗? 玩家筒筒又动了起来,大妈的腿已经断了一个,游戏又已经开始,这样下去肯定是最后一名。 杨丽此时超过了大妈,虽然可怜,但现在产生同情心的话,肯定会把自己也害死。 但她还是一个急刹车回了头,一把扶起大妈,大妈还惊讶地问她,你这是在干什么? 杨丽让大妈别说话,尽量保存体力集中精神,你也不甘心就这么死在这里吧。 前面的人回头看到这一场面都惊呆了,质疑这小子在想什么,居然还救人。 大妈也吐槽起她,在这种鬼地方能遇到这样的人。 伴随着滋拉滋拉的响声,身后的灯开始一步一步熄灭,黑暗向着他们二人袭来。 先前的黄熊健壮连忙向杨丽大喊,陷入黑暗的话可就麻烦了,赶紧快跑。 大妈又掏出一瓶蓝色药水,让她赶紧喝下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杨丽喝下后,体内的心跳开始加速,身体机能迅速提升。 直接带着大妈大步冲刺,还好抓得够紧,不然都会被甩下来。 杨丽爆发式的冲刺向前,几下子就脱离了黑暗。 歌声停止了,网偶开始念叨着,做完游戏要休息。 一、二、三,木头人。 杨丽伴随着话音落下,瞬间停止了步伐,一动不动地带着大妈定在了原地。 没有人动,一点都不好玩,网偶被气坏了。 但身后的黑暗并没有随着木头人停下脚步,游戏再不继续下去,就要被追上了。 没多久,黑暗就离他们二人一步之遥。 头顶的灯开始忽明忽暗,网偶也开始大喊,游戏继续。 快呀,再快点。 就要成功了,怪阿姨抓紧我。 杨丽一边大喊一边向前冲刺。 马上就要成功了,但身边的怪阿姨开始不对劲了。 对不起,我没能躲过。 还没说完,大妈的下半身已经被黑暗给侵蚀带进了。 原本应该是血液横飞的下场,黄泉内却是糖果缤纷,从体内泄露出来。 杨丽想起起跑时,大妈落后自己一截,被黑暗给追上了。 网偶看到之后,高兴坏了,只喊太有趣了。 大妈被黑暗侵蚀后,开始逐渐变成一片灰烬,慢慢往上消散。 大妈消失前,还在嘴里说着,我不能死,我还要救我的儿子。 大妈消失了,但手上先前可以变成手套的戒指流了下来。 杨丽一把抓住了戒指,刚刚钻紧,脑海里出现了声音,本命继承以激活。 抓到戒指的同时,大妈生前的记忆也开始浮现在杨丽的脑海里。 大妈的孩子,在逛街的时候走丢了。 杨丽说我还是没能救你,只能请你放下这段执念,好好安息吧。 此时另外一个房间内传出声音,拥有特殊本命的人,竟然又出现了。 整个游戏的一切都在监视之中,一旁的管家询问。 主人,今天的游戏您还满意吗? 紫袍说,似乎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本命,吞噬。 管家说道,现在看来还只是继承阶段,不知道会不会进化,可以期待一下。 不过比起吞噬,我更想要你的眼睛。 紫袍又开始对着管家发威。 管家听完不敢说话了,紫袍却开始大笑。 但又瞬间转身,一只利刃般的手指戳向管家的黑眼白瞳,仅有一厘米的距离。 你放心吧,只要要是还在你手里,我就不会伤害你。 这下把管家吓得连忙鞠躬,是的主人。 过了一会儿,游戏内已经过了几轮,一直没人犯规,把网偶气到了。 杨丽开始心想,如果一直没人犯规就没法赢了,下场到时候就会跟刚才的大妈一样。 之前就在她跟前的独眼大叔也被甩到了身后。 大叔也开始着急了,心里想着,自己的帮手怎么还不出手相助。 随后,大叔的脖子上的出现了一张嘴,嘴一张开,就冒出了一只黄黑相间的毒虫,笔直地往前方飞去。 网偶歌声结束,又开始数数。 结束后,所有玩家停下了脚步,前面就是这一关的终点,只要跑出去就赢了。 刚才独眼大叔脖子飞出的毒虫,还在嗡嗡地往前飞。 一眼就锁定了,用了特拳卡,跑在最前面的白发。 白发被毒虫尾部的毒刺扎了一下,疼得直接倒地坐下。 动了之后,被网偶锁定,网偶还在感叹有好心人帮助,那就由白发小哥哥接受惩罚吧。 独眼大叔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脖子中的毒虫可算是帮了大忙了。 小白,去把他吃掉,虫子从机关门中喷出,迅速冲着白发去了。 白发被逼无奈,从口袋中掏出一把小水枪。 轻轻扣动扳机,杨逆心中想着滋水枪可还行。 扳机扣动,开始变形,直接武装了整个手臂,变成了一把巨型加农跑。 去死吧,你这丑八怪,白发蓄力一击,冲着虫子开跑。 直接把虫子头都轰歪了,往地上倒去,再岂不能。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 小白快起来,打不赢今晚没饭吃哦。 小白在一旁说着,虫子的身体开始移动,里面有什么东西想要破壳而出。 一只触角戳破了虫子的皮肤,呈现出来的是巨大的昆虫怪物。 如虫形态的怪物进化成了成虫形态,杨逆也被吓傻了。 感叹着怪物还能进化,白发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又补了十几炮,一顿狂轰乱炸。 本以为会消灭怪物,没想到怪物直接展开翅膀。 飞了起来,周围的烟雾都被震散。 这下把白发给拦住了,真是个难缠的家伙。 怪物飞到最高点后,埋头冲刺,向着白发呼啸而来。 怪物头部尖刺马上就要触碰到白发的瞬间,加农炮又变形成一把巨剑,尖刺被白发招架住。 招架住的同时,白发大喊,波波,就是现在。 白发的宠物鸟叽叽咕咕地叫着,一跃而起,头顶的金色呆毛开始发光。 犹如子弹一般,波波瞬间突进,直接穿破了怪物的甲桥。 白发也趁此机会提起巨剑,就向怪物冲去。 尝尝这个吧,白毛一剑挥去,怪物的尖刺直接被斩断成了两截。 随后,巨剑开始闪烁蓝光,它又开始对着身体一顿疯狂地劈砍。 这一下把怪物直接劈得七零八落,尸块散落了一地。 这下可以了吧,木头人,继续游戏。 玩偶开始鼓掌,感叹它的道具真多呀。 白发开始跟身后的队友算长,不管刚才是谁, 这游戏我输得起,所以我不想跟你们这些垃圾计较。 大叔感叹,这小子还真有两下,游戏又开始了。 大叔又开始出招,脖子上的嘴又吐出两只毒虫。 一只直接就扎向了黄熊的脖梗,直接整只虫子钻进了脖子内。 另一只刚飞到长发仙人的耳边,就被识别到了。 长发仙人随手一挥,将毒虫击落。 待毒虫落地后说道,这不是血缠吗? 黄熊也开始向着身后的玩家抱怨起来,哪个小兔崽子暗算老子。 仙人直言,看来有人想要他们的性命,这下性质可不一样了。 黄熊一眼,就看到了他手里的指人,问道, 莫非你就是黄泉暗头的江上? 你觉得呢?江上不耐烦地回答道,那太好了,我是青红刺客的。 咱们两家店铺可是攻守联盟啊。 黄熊建议江上一起联手,把身后几个下三烂出阴招的家伙给做掉。 江上也正有此意,准备收拾了他们。 说完就抛出手里的指人,冲着身后的人群飞去。 指人燃烧殆尽后,召唤出了半江湿半冰马俑的怪物,直接就挥舞着大刀向着杨逆劈来。 杨逆下的用手一挡,先前的戒指一瞬间变成手套,接下了这一击劈砍。 江上察觉到杨逆这小子不对劲。 杨逆大手一挥,一找就直接抓破了冰马俑的腰间,冰马俑也应声倒地。 黄熊直言江上太弱,连个刚进游戏的菜逼都搞不定。 江上一抬手,直接掏出四大天王的指人,召唤出四个兵马俑,一看就不简单。 独眼大叔眼看江上动真格的了,黄毛也赶紧让刚才放虫子的人出来承认。 蒙妹着急了,问道,小杰,我们怎么办? 小杰说,别担心,有她在。 杨逆开始召集身后的玩家,黄熊他们摆明了是想联手,把我们全杀了。 既然这样,不如我们五个联手,把他们两个解决。 小杰认为有道理,一起上也许有胜算,不如试试看。 黄毛也表示既然他们先动手,我们也一不做二不休,弄死他们。 黄熊来劲了,悠喝,一帮垃圾凑一起了吗? 那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是红黄泉之鬼的实力。 大叔也不掩饰了,脖子上的大嘴吐出无数毒虫,全都蜂拥而上。 这一幕被黄毛全看在眼里,原来是这个老东西,干的好事。 杨逆让他们俩别计较那些了,现在先打再说,黄毛十分无语。 江上的兵马俑提着刀向着小杰劈来,蒙妹大喊小心。 说完就抬起双手,大喊火焰特效,一小团火焰在掌心生长。 小杰也开始展现自己的技能,掏出一把左轮手枪,说道,看我打爆你的狗头。 黄熊变身花费了半天时间,江上见了开始吐槽,你变身后的技能就是一动不动了。 黄熊终于变身完成了,让你久等了,江上。 黄毛还没等黄熊说完,一个机械充拳就要狠狠打他的脸。 速度如此之快的拳头却被黄熊一掌接下。 这一下铁拳的力道被他感受到了,感叹道你小子真行啊,便死死捏住黄毛的拳头。 杨劈趁两人僵持之时,就要从背后给予重击,但一举一动都被黄熊看在眼里。 黄毛整个人都被黄熊拎了起来,一个蓄力就把他砸向杨劈。 这一下把两人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看来这个战术完全不行,被黄熊拿捏得死死的。 两人还在喘息之时,背后的兵马俑悄悄靠近,还好有人在掩护他们。 原来是蒙妹使用的火焰技能,让二人赶快爬起来。 黄熊发动瞬移,来到了蒙妹身边。 小妹妹,你这是在玩火吗? 这把小结吓坏了,大喊,取其危险。 一只机械手臂飞来,按住了黄熊的脸,往远处飞去。 是黄毛手臂的助攻,他说这招叫做防止汗阻击。 黄熊被手臂蒙住双眼,不知发生了什么。 杨劣看他毫无防备,趁此机会冲出人群,准备来一次致命一击。 一道白影从阿杰身前经过,阿杰的胸口也留下了一道伤口,顺势倒地。 杨劣还没出手,就被江上抢先一步袭击了队友,怒发冲关,准备和他拼死一搏。 但焦焦都被轻松躲过,江上还能在闲暇之间还击,打得他毫无还手之力。 江上抬起手中的利剑,别以为刚刚获得本命,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刚说完一声广播响起。 第一名,白夜,完成游戏,即将进入倒计时阶段。 白毛趁他们打得难舍难分,已经到达了终点。 看你们打得这么齐劲,我都没好意思打扰你们。 我就先走一步了。 黄毛才反应过来,怎么少了一个队友。 独眼大叔也想贴心关系,拔腿就跑。 你们打着呀,跟我可没关系。 江上可不会轻易放过这种人,原地开始做法。 拔剑而出,一道剑影从大叔的脖子上划过,一命呜呼。 画面一转,几人已经结束了游戏,坐上了列车。 许奇还在为阿杰的似感到伤心。 杨逆想着这里也不是进游戏的地方。 黄毛说,每次游戏结束以后,玩家都得坐这趟车离开会场。 不过刚才的黄熊和江上应该也有其他传送点。 杨逆摸了摸口袋,多了一张扑克。 这就是那个可以重返现实的扑克牌。 没错,除了扑克牌还有时间奖励。 他又看了看手上的计时器,多出了72小时。 列车广播响起,前方倒站,黄泉大街站。 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到白天,没想到这里竟然这么大。 杨逆看曲奇还在哭,问道,那个小哥是你的男朋友吧? 你要是没地方去的话,我们一起吧。 曲奇答应了。 下车之后,众人来到了灯火辉煌的黄泉大街。 黄毛拉拉拉看呆的杨逆,让他抓紧走。 走了没多久,杨逆就累得半死不活的,直接在路边长凳坐下。 他发现自己和江上交手后,手一直在止不住地颤抖,身体变得好奇怪。 曲奇提出让他来看一下。 直接就压倒了他,开始上手。 掀开衣服一看,果然受伤了,灵体正在流逝。 不过不是什么大麻烦,稍微处理一下就好了。 曲奇给杨逆扎了个少女心十足的粉色绷带。 杨逆便开始自我介绍,我叫杨逆,你叫小齐对吧? 曲奇解释说自己叫曲奇。 黄毛也说我叫马三,AKA胖子。 这把杨逆听猛啊,胖子。 黄毛解释说自己本来又高又壮,有190斤。 结果差点被本命反噬,就改造成现在这副铁皮身体了。 杨逆说自己在游戏的时候也解锁了本命。 本命到底是什么? 黄毛说且听我娓娓道来。 首先,本命就是,然后就肚子咕咕作响。 黄毛提议去吃饭,边吃边说,曲奇十分赞成。 这个本命,就是本我生命能量的具象化体现,也是弥留之地每个人都有的技能。 会因为些机缘巧合被激活,每人只能拥有一个。 本我生命能量又是什么? 杨逆疑惑不解。 曲奇在边上说刚才你也看到你的伤口了吧。 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不存在肉身的。 说白了我们的皮囊之下,只不过是某种灵物质罢了。 所以,我现在是鬼魂吗? 不对,我们是执念。 本命和拥有者的出现,就是执念。 我的本命是暴炎,属于技能类的。 吟唱咒语可以生成火球攻击。 杨逆想起之前本命继承以激活,那他的本命就叫做继承。 胖子又,说,我听说呀,阎王有个超牛逼的本命,叫做吞噬。 阎王那是我好哥们儿。 我呸,别听他吹牛,曲奇看不下去了。 打断了胖子的发言。 阎王那可是传说中的人物,听说他的本命吞噬超级厉害。 在整个黄泉街掀起了一场革命。 后来他在这里定下许多规矩,当时没有一个人敢为抗。 不过他好像有十多年没现身了,有人说他已经离开弥留之地了。 你说什么? 他离开了。 杨逆拍桌而起。 杨兄,你先别急,要不你跟我去趟时间银行吧。 我知道的这些,也都是从时间银行听说的。 胖子安慰道,刚才的木头人玩偶,正在被人进行调试。 白铜大人。 宝宝刚刚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家伙呢。 原来你也发觉了。 是的,宝宝以前也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人。 阎王的本命,吞噬,不过审判日快到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真难办了。 下一位请到一号柜台办理业务。 小饼干妹妹,一会儿我送你回家吧。 胖子几人来到了时间银行,你是害羞了吗? 还真是个有趣的女人。 那么接下来,就由我来照顾你。 取其一口拒绝了黄毛。 杨逆把手上的时间兑换出来了,提一去买点东西。 胖子说隔壁就是道具屋。 招牌上写着,好商要两天,特权卡五天。 杨逆觉得这不坑人吗? 这里物价局是怎么想的? 你好需要点啥? 一位白发服务员带着微笑服务的面具刚刚睡醒。 果然,就算到了这个世界我一样是个穷逼。 只有三天时间的杨逆啥也买不起。 取其觉得现在没必要考虑兑换道具的事。 杨逆表示她当然知道。 取其拼命解释。 但是,我是说,你最好还是先强化身体素质,优先对本命进行更高级的激活。 总之,你跟我来就是了。 杨逆一行人来到强化机械舱外。 在这里花费时间可以强化我们的力量和本命,包括精神力,组织强度,还有反应速度什么的。 杨逆觉得这个机器十分厉害,胖子让她直接上去体验一下。 她碰了一下,机械舱就自己打开了。 坐进去后,传来声音,欢迎使用Gamber科技,生命能量快捷突变强化系统。 杨逆的周围变成一片虚无的宇宙。 每个项目每投入一天时间,可以根据最近一次游戏的表现,随即成长10%到15%。 我上一场游戏的表现,在结合我近战战斗的方式,应该选择强化组织强度,就强化两次吧。 虽然力量和肌肉强度得到了提升,如果对手攻击过来,必须要提升身体反应能力。 剩余一天就点反应速度吧。 交易完成,杨逆的周围金光闪烁,完成了强化。 机械舱门打开,她感觉不错。 许奇吐槽怎么这么慢,她表示自己第一次用,还发现胖子不见了。 许奇说她去别的电器街那边维护一只了,不用等她,明天她会来找我们的。 接下来跟我来,我带你去开个房间。 头顶一只巨大的鲸鱼在空中遨游,杨逆感叹这就是传说中的坤吗? 许奇说她还没有房间对吧? 在弥留之地,每个人都可以免费领取一间房间居住。 信息已录入,确认入住,虽然说环境很一般,也算是有地方歇脚了。 杨逆十分感谢许奇的帮助,许奇说她就住在走廊最里面那间,以后的话还请多关照。 杨逆躺在床上,不晓得爷爷怎么样了,不过,等我收集完卡片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不知什么时候,杨逆已经睡着了,窗外有什么飞行器的声音嗡嗡作响。 啊,找到了,胖子锁定了杨逆的住处,开始敲门,都几点了还在睡,快起床别睡了。 是马三吗?我这就请你稍等一下呀。 嗯,你先收拾着我去叫小饼干妹妹了。 胖子马三的无人机又锁定了曲奇的住所,曲奇让胖子赶紧住手。 好,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了,胖子含糊不清地说着,脸上的巴掌印格外明显。 胖子伸出手,掏出了不知道啥宝贝。 这个是匹配识别手环,只要戴上这个,我们进游戏就可以被分配在一起了。 很好用的。 杨逆觉得好像还蛮厉害的,这样就能三排了吗? 曲奇提议,抓紧去试试。 几人又来到时间银行门外,准备寻找下一个游戏。 游戏捉迷藏,可获得黑桃武。 这个游戏的难度似乎稍微高一点,怎么说? 搞起。 胖子和曲奇都表示已经准备好了。 杨逆按下接受游戏的按钮。 下一场游戏开始。 几人被传送到一座废弃医院面前。 医院门口有人在大声演讲,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杀死鬼就能直接胜出,而且还能拿到额外时间奖励。 这个带头的,难道是在动员大家吗? 而且这个场地也太夸张了吧。 这根本没出可逃啊。 看来不完成游戏就没办法离开这里了。 杨逆刚才就发现这里的玩家,好像都很有惊艳的样子。 尤其是那个动员大家的平头哥。 看他全副武装,感觉他不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了。 不对,你瞧那个哥们的减震器好棒啊。 胖子的关注点在同类人的升级一体上。 杨逆感到十分无语。 哎呀哎呀,差点就没赶上。 一位身穿骚子上衣,穿衣方式很有特点。 还抱着一只鸡的少年来了。 各位玩家请注意。 游戏即将开始,背后有声音响起。 请各位玩家做好准备。 游戏时间60分钟。 倒计时100秒后鬼开始捉人。 游戏场内将随机出现鬼仆。 击杀鬼仆将获得隐藏道具或额外奖励。 游戏要开始了。 医院大门缓缓打开。 大家快跟我走。 咱们去找地方埋伏。 平头哥已经带领队员有目的地开始进入。 没一会儿,所有玩家都进去了。 大门关闭计事开始。 杨哥,咱们刚才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 曲奇很疑惑。 杨丽觉得这游戏肯定没那么简单。 当然,如果他们能成功那最好。 万一他们失败了,咱们离他们原点免得被波及。 胖子说,规则里提到会随机出现鬼仆。 数量不明,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杨丽心想,到底怎么样算捉住? 是被杀死? 直接接触还是被看到就算捉住? 必须先找机会弄明白才可以。 还没说完,边上就传来哗啦哗啦的响声。 杨丽几人被吓得不轻,不敢出声。 转角出现一个戴眼镜的身影,原来是先前的平头哥。 你们吓我一跳,杨丽听到这边有声音还以为是鬼呢? 身后队友已经开始不耐烦了,赶紧走。 别跟他们废话,咱们还得找鬼呢。 平头哥也很赞同。 祝你们好运吧,我们先走了。 曲奇十分抱怨,这帮人搞什么? 明明是鬼抓人的游戏,现在变成人找鬼了。 胖子好像发现了什么,让杨丽二人赶紧过来。 杨丽十分惊讶,这话的好像是鬼仆,而且不止一只。 这么多,不知道那些人能应付吗? 我们最好跟过去看看情况。 镜头一转,一只手拿狼牙棒的猪脸鬼仆出现说道,找到你们了。 隔壁有打斗传来,杨丽觉得看来有人见鬼了。 胖子说是前面大厅传来的。 不不不,你可能搞错情况了,是我们找到你了。 平头哥面对猪头鬼仆十分不屑。 猪头被气坏了,要杀死他们所有人。 身后队员直接抬手生成紫色火焰,喊了一句以态之火,就命中了猪头。 大波浪也不甘示弱,手中传来电流,向着那边射击。 智服妹提着长枪大步向着猪头跑去,尝尝这个吧。 今天就把你做成五花串烧。 猪头被几人的连击打得动弹不得。 这一幕被门缝偷看的杨丽看在眼里,感叹这几个人还真有两下子。 胖子看不到,还在质疑为什么里面跟杀猪一样。 你也不行啊,弟弟。 智服妹戳着猪头的身体说道,大波浪提醒她最好离猪头远一点。 智服妹甚至直接自拍了起来。 大波浪觉得很奇怪,游戏怎么还没结束? 智服妹觉得是服务器延迟。 杨丽已经反应过来了,那个家伙不是真正的鬼,是壁画上的鬼谱之一。 猪头大刀背上的几股自己动了起来,往前方砍去。 智服妹当场撒糖,成了两劫。 平头哥才反应过来猪头没死,让队友们捕枪。 一顿狂轰乱炸,烟雾之中爆出了一颗紫色珠子。 虽然挂掉了一个人,但不亏,平头哥在一旁云淡风轻。 还拿到了一个传颂之眼,转了。 胖子现在才看到现场,快看那杨哥,有这些家伙,咱们搞不好能躺赢。 是啊,不然我们也加入他们吧。 许奇也只看到了刚才击杀鬼谱的一幕。 杨丽觉得不能掉以轻心,真正的鬼还没现身。 真正的鬼已经注意到我们了,机械手掌上的刀片缓缓膜动,有什么东西苏醒了。 大波浪提议先撤一下,他有不好的预感。 平头哥才不怕,表示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背后突然生成一个传送门,一个半机械怪物从里面走出来。 平头哥说来得正好,那就由他来结束这场游戏。 还没击中,就被怪物一掌劈成两半,怪物的心思根本没在平头哥身上。 怪物转身看向大波浪,说着找到你了,大波浪一动不动。 大波浪表示自己看到怪物的眼睛,动不了了。 找到你了,怪物提起满是刀片做成的手掌即将拍下。 被队伍里的忍者一把救下,真要命啊我去。 死地不宜久留,杨丽让队友们趁鬼还没发现赶紧撤。 只有傻子才会去正面缸呢。 骚自西瓜头不屑一顾地说着。 多亏我的这只无人机,它能感受到危险的恶灵。 有了它,我们就可以避开那些鬼怪了。 也许你说得对,在这种游戏里活下去才是最应该考虑的。 其他都是扯淡。 无人机机头一转,看向黑暗处,好像感应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看来,我们要跑路了。 西瓜头提议,随后就开始逃跑。 杨丽几人跑了许久,终于找到一处能暂时躲避的地方。 胖子说那帮人耍了那么久的帅,结果被一招秒了。 杨丽十分感谢他们,现在多少也算掌握了一些情报。 除了鬼,还有鬼仆,胖子觉得鬼简直就是个罢,太变态了。 许奇认为只要一直不参加战斗,时间结束应该就可以过关了。 杨丽认为规则是这么说的没错,但她注意到一件事,打败鬼仆会掉落特殊道具。 那些道具应该就是战胜鬼的关键所在。 背后又传来骚动,好像有什么东西来了。 几人被吓得不敢出声。 一个巨大的怪物提着镰刀,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着日语经文,缓缓走来。 杨丽觉得现在鬼的注意力正好在其他人身上,正是击败鬼仆收集道具的好时机。 许奇也赞同杨丽的想法,却看见胖子只想的逃命。 胖子解释自己只是战术转移,你们选择杀鬼仆,那就舍命赔君子。 既然决定战斗了,杨丽和胖子商量着要在最短时间内击杀。 就在他们商量对策之时,镰刀鬼仆发现了他们,快步冲了过来。 胖子看准时机,直接跳出,对着鬼仆的脸就是一炮。 鬼仆反应迅速,一下就将他抓了出来,手炮也轰歪了。 不过还有B计划,只见胖子大喊。 杨大哥,趁现在。 杨丽的手套成型之后,一拳砸向鬼仆,但被躲开了。 胖子在一旁又从手中射出两发闪光弹,把鬼仆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 许奇在角落蓄力,发射火球。 火球被鬼仆一脚踢开,没有伤到分毫,就差一点点。 杨丽的大脑快速思考,想到了一个法子,觉得还有机会。 月相被踢飞的火球,一把接住了。 拿着火球,直接从鬼仆的身后偷袭。 这一招,鬼仆没有想到,结结实实地用脸接了一发火焰弹。 但火焰弹似乎没有多大的威力,仅仅是把鬼仆脸上的布给烧了。 他转过身来,准备要和杨丽决一死战。 随着镰刀和手套的触碰,周围的一切全变了,似乎进入了鬼仆的回忆之中。 杨丽的手套被击中后就化为了戒指,还在思考自己是不是战败了。 抱歉,我被困在这里很久了,鬼仆开始喃喃自语。 为了回去我必须要这么做,还有人在等我,原谅我。 杨丽回过神来,肩膀已经被镰刀给劈开了,里面开始飞出五颜六色的糖果。 杨丽开始剧痛难忍,跪地不起,肩膀也开始发出金色光辉,马上就要消失了。 许奇被吓坏了,马上又要检缘一员。 胖子让许奇照顾好杨丽,自己拖住鬼仆。 胖子刚才升级的战斗辅助起了效果。 眼睛内的分析仪开始分析鬼仆的弱点。 许奇不能再接受身边有人消失了,从包里掏出了一瓶药水。 画面一转,来到了木头人游戏开始之前,许奇和小杰正在商量要不要来一瓶浑浑水。 小杰表示木头人游戏很简单,留着下个游戏再用。 而且,一定会拼尽全力保护曲奇的。 喝下药水后,杨丽肩膀的金光消失了,伤口也开始愈合。 胖子启用战斗分析仪和鬼仆打了十几个回合,还是难分上下。 胖子使出钢铁直拳,又朝着鬼仆打去。 这一招又被鬼仆接住,抓住胖子的机械手臂死死不放。 鬼仆刚准备一连刀劈下去,胖子直接卸下手臂,闪身到一旁。 鬼仆还在被自动卸下的手臂困扰,战斗分析一分析到了敌方漏洞。 胖子趁着鬼仆没时间反应,再次释放钢铁直拳,狠狠地击中了鬼仆的腹部。 镰刀鬼仆很会接招,但还是不强,狠狠接了胖子一拳,终于被击败了。 胖子也进入到回忆之中,不过这次只剩下一个燃烧殆尽,逐渐消失的五世鬼魂。 杨丽终于恢复了,表示自己差点就真的命丧黄泉了。 许七十分担心,让她下次不要再勉强自己了。 胖子捡到了鬼仆的掉落物品,向二人招呼着。 打开一看,是传说中的真假鬼雨,是个稀有道具。 还没来得及庆祝,头顶就飘来阵阵黑烟。 杨丽大喊快跑,是鬼要传送过来了。 三人觉得一定是和镰刀鬼仆作战太久了,把鬼吸引了过来,便向着更深处跑去。 几人终于又找了个暂时安全的场所,把门死死顶住了。 对了,刚才的话还没说完,杨丽想看看那个真假鬼雨。 真假鬼雨,一个真一个假,点燃真的可以短时间观察到鬼和鬼仆的位置。 点燃假的,可以制造一个幻象,能执行一些简单的命令迷惑敌人。 杨丽觉得真雨就是获得信息的最好方式。 胖子就问许七借了个火,点燃了真雨。 随即在头顶出现了整个医院的全息投影。 杨丽看懂了,黄色火焰是鬼仆,深色火焰的是鬼,绿色的是玩家。 许七认为,建筑结构,位置地形,楼梯通道都是很有用的信息,大家一定要尽可能记下来。 胖子立马启动战斗辅助,开始扫描整张地图,全都拷贝了下来。 杨丽在身后看了看胖子这样牛逼的技能,看来还是自己比较弱。 西瓜头和机械腿听到了什么动静,停了下来。 身旁的电梯停在了这一层,机械腿觉得是鬼仆。 西瓜头表示淡定,自己的无人机都没反应。 电梯缓缓打开,一个巨大的泡菜缸子出现在眼前,上面还贴满了封条。 几人所在的房间头顶满是灯笼,墙上还有奇怪的服饰会壁画。 周围的雕像都被砍掉一半头颅,这灯笼闻上去也有股腥臭味。 杨丽劝胖子最好放下,因为他观察了一下壁画。 这些灯笼应该是受害者做成的人皮灯笼。 墙上画的就是有人召唤了邪灵,邪灵用杀死玩家的方式做成包裹灵魂的灯笼。 源源不断地喂鬼提供能量。 突然,西瓜头和机械腿冲破大门跑了进来,表示身后有怪物。 西瓜头觉得再不采取措施都得死,就用电磁弹打中了他的一体,当场散架。 西瓜头见杨丽几人没察觉到机械腿的存在,便开始装可怜,故意摔在了地上。 颤颤巍巍地指着门口喊着,怪物要来了,你们一定要救救我。 大门传来很大的咚咚声,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冲过来了。 杨丽让大家小心,只见刚才电梯里巨大的泡菜缸,一跳一跳地蹦了拐。 二人很疑惑,怎么来的是这么大的一个咸菜坛子? 砰的一声,泡菜缸的盖子弹开了。 这一幕把众人吓得立马进入战斗状态。 里面缓缓爬出两个大舌头怪物,看上去像黑白无常。 这俩或是鬼仆吗?怎么看上去这么弱? 两个鬼仆从缸上跳了下来,没有配合好,摔到了一起。 这一幕把曲奇看得少女心泛滥,两个可爱鬼也太蠢了。 画风一转,两个鬼严肃了起来,小白掏出骨刺直接冲了上来。 过鸡过鸡地跑了老半天,终于跑到了杨丽跟前,准备投掷骨刺。 杨丽还是觉得是不是太弱了一点。 随便用脚踢了一下,直接把小白给踢翻了。 没想到是看起来弱,实际真的很弱。 小黑也不甘示弱,冲向胖子,但也被击退了下来。 许奇还沉浸在萌雾之中,一边笑咪咪一边用火焰弹轰击着他们。 虽然两个鬼很弱,但大战了几十个回合,两个小鬼丝毫没有受伤,胖子累得气喘吁吁,感觉十分不对劲。 两个小鬼突然又冲向胖子,但还是很弱,被胖子几拳打飞。 小白又带着骨刺戳上来,胖子都不耐烦啊,轻松击退。 他还在沉浸在殴打菜鸡的喜悦之中,却没发现胳膊的异常。 明明没有伤口,灵魂却在流失。 西瓜头开始解释了,这两个小鬼虽然毫无战斗力,但他们会慢慢消耗你们的体力,然后一点一点地吸取灵魂。 正是因为毫无危险,所以无人机也没察觉到,刚才差点害得他死在这里。 太小看这两个小鬼了。 杨逆说他只会马后炮,建议大家先撤退。 西瓜头不乐意了,谁都别想跑。 掏出了两枚头子。 喂?你这家伙搞什么鬼?胖子急了。 头子落地形成了一个长方体屏障,把几人都关在了里面。 杨逆几人刚刚才救过他一次, 没想到出而反而。 西瓜头表示那你们就再救我一次吧。 两个小鬼的目标变了。 这次变成攻击曲奇,只听见骨刺命中的声音。 原来是胖子闪身到曲奇面前,挡住了骨刺的攻击。 又要有人在曲奇面前消失了。 杨逆在边上掩护着二人,顺便询问曲奇胖子的情况。 不行,他的灵魂在流逝,他这下也没法子了。 刚刚击退下去的小鬼又恢复冲了上来。 如果再这么下去,别说胖子的灵魂会流干。 就连杨逆自己也不保。 杨逆注意到小鬼的罐子里,全是刚才被吸收的灵魂。 他们都被骗了,罐子才是两个小鬼的本体,也来不及验证了。 只能拼一把。 小鬼又来干扰,曲奇为了能灭掉罐子,替杨逆挡了一刀。 去死吧。 酸菜谈,杨逆终于击碎了罐子。 曲奇挡了一刀,一直在闭眼等待死亡的到来。 不过还好杨逆击碎了罐子。 流失的灵魂都回来了。 小鬼也失去了灵力,变成了普通的布娃娃。 一旁的胖子以为自己二次死亡了,来到了黄泉中的黄泉。 杨逆表示,胖子躺着的时候错过了太多,已经击败了小鬼。 曲奇询问杨逆击败怪物后有没有拿到隐藏道具。 左右翻找之后,杨逆在碎片之中找到了一个打火机,上面写着传送之火。 刚捡起火机,鬼就出现在了杨逆身后,一跃而起。 众人开始逃命,嫌弃这Boss真不嫌累,一路追到这里。 胖子想到了用真假之语的假羽毛,制造幻象。 Boss一下就进入了冰天雪地的幻象之中。 曲奇开始质疑,为什么一直没看到之前的那么多玩家。 一位戏子打扮的妹子加入了逃命的队伍,声称自己看到其他玩家都被鬼托掰断了脑袋。 曲奇和胖子傻了,突然就多了个人。 戏子解释自己也是玩家,是跟着他们进来的。 一直偷偷跟着他们,打怪救人,尤其是那个机器小哥,一直都偷偷在看。 简直帅到让他都要把持不住了呢。 胖子开心坏了,没想到戏子这么识货。 杨逆可不吃这一套。 一把掐住戏子的脖子,老实说,是不是你把其他人都杀死了? 这可不是什么玩家,她是壁画上的女鬼。 戏子眼看被拆穿,也不装了,说那些人死的没有什么痛苦。 胖子气急了,鬼话连篇,欺骗我感情,扎女看招。 哎呀呀,这就生气了吗? 男孩就这种气量可不行哦。 女鬼顺移到了胖子背上。 胖子还没反应过来女鬼的顺移上身。 女鬼说刚才夸他帅,可是真心话。 随便说了一两句,胖子又神魂颠倒了。 后面传来曲奇的喊声,突然出现了两个曲奇。 杨逆觉得女鬼没想伤害她们,只想跟她们玩,两个曲奇还在争斗当中。 Boss摸了一下雪花,没有任何温度,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气急败坏,全都得死。 刚刚走出幻象,Boss就听到了曲奇的争吵声。 女鬼献出原形,表示跟她们玩还蛮有意思的。 Boss一路横冲直撞,撞碎墙壁,静止走到曲奇面前,说,你的生命已经走到终点了。 曲奇发现自己和Boss对上眼神后动不了了,只能看着鬼步不逼紧。 就在马上命中的瞬间,杨逆掏出火机,钉的一声点燃。 响声过后,几人被传送到了户外。 原来是医院的楼顶,曲奇表示那岂不是无路可走了。 胖子看了看时间,还好还好,剩十几分钟游戏就结束了。 只要在楼顶苟住就好了。 Boss被刚才他们使得花招气的怒不可遏,突破房顶爬了上来。 这次看你们往哪跑,Boss一跃而起,又找到了刚才的曲奇。 此时,杨逆的手套自己开始形成,脑海里传来一个声音,本命,二阶段已激活。 手套变得比之前更厚,更大了。 Boss的重击被手套轻松挡下。 胖子觉得杨逆肯定是觉醒二届了。 Boss感叹竟然能接触自己的重击。 胖子趁着Boss还在惊讶的时候,冲过去就是一击铁拳。 曲奇回过神来后也施展了自己技能。 火焰雨,铺天盖地地朝着Boss撒去。 浓烟四起,Boss被三人的组合机痛击。 杨逆表示这就是心境组合的威力。 趁现在抓紧投降吧。 根据有烟无伤的定律,Boss果然没事,觉得他们几人太自以为是了。 只不过是一顿晚餐而已,居然这么猖狂。 接下来Boss的所有攻击,都被杨逆二接本命后一一躲开。 但杨逆忘记了Boss的对视定身,被定在原地一动不动。 胖子健壮连忙让战斗辅助系统帮帮忙,一会儿就按他说的做。 一个冲刺就把即将要被命中的杨逆撞开了。 鬼狠气愤又转眼看向胖子。 胖子这下不能动了。 杨逆刚刚被撞开,没来得及反应。 曲奇的火焰技能还在冷却。 这下要完了。 Boss觉得胖子十分可笑。 一命换一命,抬起手就要劈下去。 胖子的手臂突然开始喷射。 向上一个喷射冲拳,把Boss的手臂直接干散架了。 原来定身术无效,是因为胖子让战斗辅助把他的脸给换了。 看不到原来的眼睛当然不会被定身。 曲奇提示胖子自己的CD已经好了。 胖子就让他抓着自己,飞了起来。 飞到Boss正上方之后,曲奇念动咒语。 一个巨型的六芒星火焰阵生成,向着Boss轰去。 超大的阵法直接把Boss周围的一切,燃烧殆尽。 杨逆感叹好强劲的火焰,自己也不能落后,要补上最后一击。 给予了Boss中击之后,鬼终于倒下了。 感叹自己真是不甘心啊。 都结束了,安心地去吧。 鬼在临死前,闻到了杨逆身上的气味,是他,就是他,你身上有着和他一样的味道。 杨逆十分不解,不知道鬼在说什么。 Boss消失之后,掉落了一把武士刀,被杨逆捡了起来,继承武器。 日月完,杨逆突然被拉到一个黑暗空间,出现在一个巨大身影的手掌中。 巨大身影只说了一句,你可算来了。 说完,杨逆又回到了屋顶。 刚才的一切如同做梦一般。 雪奇和胖子也赶了过来。 医院的天空开始烟消云散,露出光芒。 他们终于成功了。 杨逆说,大家都辛苦了,各回个家吧。 刚准备走,西瓜头又出现在众人面前,想要和他们一起走。 西瓜头直接跪在地上,开始求饶,说知道是自己该死。 自己太菜了只能用这种方法狗活。 一定改正,请求各位英雄给一次机会。 胖子根本不听,上去就准备给他来一拳,但被杨逆挡下了。 这个家伙虽然让我们陷入危险之中,但是我们现在应该也没有权利,来决定他人的生死吧。 这次就先放过他吧。 刚说完,西瓜头又变脸了,你们也太好骗了,我先走了。 刚走就被地上的头发给绊倒了,头发缓缓起身,是刚才的戏子女鬼。 女鬼说,小朋友做坏事是会有报应的。 女鬼说,他们的游戏已经完成了,可以走了,把西瓜头交给他吧。 西瓜头说,游戏都结束了,虽是赖皮,但还是被女鬼给强行抓住了。 以后有机会,一定来听他们的故事。 这次就先走了。 回到大街后,看了看自己破损的上衣,还是刚来黄泉时不知道怎么穿上的。 这样下去还不知道要坏多少衣服。 胖子耳朵都要听出剪子来了,把自己衣服脱了给杨利穿。 衣服又不贵,买几件不就好了。 杨利觉得难道这地方还有商场可以买衣服吗? 许奇就提议明天去采购一番。 但身后的胖子好像没多大兴趣。 杨利提议胖子一起去。 胖子一口拒绝了,好像有啥难言之隐。 杨利也没有过多追问,就约好明天见。 胖子问杨利这么早也打算休息吗? 二人就决定一起去大吃一顿。 来到饭店,就开始胡吃海喝。 胖子说自己要上厕所。 杨利还打趣地问机器人也要上厕所吗? 刚一起身,就和一个花壁撞上。 花壁一看是个机器人,就开始破口大骂。 是没装眼珠子吗? 杨利开始打抱不平了。 那明明是你先撞到我朋友的。 有毛病的是你吧。 居然和这种垃圾货色做朋友。 胖子劝说算了算了。 周围人也开始看热闹,好像都瞧不起机器人。 都说是垃圾。 杨利刚准备教训一下骂人的花壁,就被胖子匆匆带走了。 杨利很奇怪,明明是对方在找茬,得寸进尺。 为什么胖子能忍得住? 胖子说,在弥留之地就没法用现实的观念衡量一切了。 这个世界所崇尚的是本命,科技法是最廉价的。 在这里放弃自己的本命,把自己改造成机器人是最不入流的行为。 而本命就是来自神的馈赠。 他曾经因被本命所反噬,把自己放在这个铁座的身躯里,才特么捡回一条命来。 他并不是故意要对杨利隐瞒这些,只是害怕他有一日知道真相,就会像其他人一样看待他。 被当作异类真的很不好受,不想失去大家。 胖子回忆起小时候的场景,其他的小孩说自己是没妈的野孩子,老爸也跑路了。 我才不是野孩子。 杨利向胖子保证,不论是神选之人也好,机械之躯也罢,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家人。 胖子感激涕零,说不出话来。 杨利安慰道,有人说过,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 一起用科技改变这个世界吧。 曲奇来到商场,迅速挑选好了自己要的衣服,开始催促杨利,怎么那么磨叽。 黄泉商场里,络绎不绝,人山人海。 不知过了多久,杨利终于穿完了衣服,挑选了一套当下最流行的机能风,把曲奇给帅迷糊了。 胖子刚到商场,就提议去吃饭,简直是饿似鬼转世。 饭店里,小狸猫们忙个不停,在打理着饭馆,刚走进饭店大门,一个白胡子老头就欢迎杨利几人的到来。 欢迎几位光临暗卫仙,我是店主阿金,正所谓人生在世五十年,吃饱肚子活神仙。 许奇就点了一份三人套餐,三人开始大快躲意。 门口有人进来,说了一声老板,随便来份炒面。 杨利几人回头一看,是木头人的白发小哥,白发也感叹,真是太巧了。 几人碰面后开始自我介绍,白发说我叫白叶,白色的白,黑叶的叶,很高兴认识大家。 白叶很感谢他们,在木头人游戏里多亏了他们吸引火力,自己才拿了滴,随后就掏出一个沙漏道具,请他们收下作为谢礼。 白叶称这是以前无意间获得的,具体怎么用? 到时候就会知道。 临走前,还吩咐老板自己要把他们那一桌一起给结了,随后跟他们说自己有事就先告辞了。 出门前,看着杨利几人吃饭时的打闹。 也只有在这一刻,我们这些将死之人们,才会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吧? 这么看来,还真的有点于心不忍呢。 几人吃完后,胖子说不要急,等没时间了再去参加下一场游戏,被娶气大骂太堕落了。 随后几人便赶往时间银行。 踏进时间银行大门,杨利就听到熟悉的声音,来了老弟。 王潇洒在边上又在骗人,兄弟我愁你,这是刚来黄泉吧? 没事,得亏你这是碰见我了。 杨利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上去就是一拳,你还记得我吧? 你欠我的,要用什么还? 王潇洒开始装傻了,不是您哪位? 您咋知道我名字? 杨利开始劝说被骗的小哥,这家伙是这附近的骗子,你没让他骗吗? 小哥让杨利放心,早就知道他是骗子了。 而且这种骗术,只有傻子才会上当吧。 王潇洒趁他们聊天话为原形,原来是个鲤鱼精。 杨利在巷子里一路追逐王潇洒,眼看要追不上了,就变出手套,准备抓住他。 刚要出手,就被路边一个黄衣道袍大叔,直接把手套给接住了。 杨利还想还手,大叔就劝说起来,我不想在大街上和你动手,如果你是聪明人,还是快点走吧。 奉劝你一句,别和我们黄泉暗头作对。 王潇洒十分感激,连忙道谢,多谢猪兄出手相救,原来他们是一伙的。 杨利才不管什么黄泉暗头,刚准备还手,就被石像的胖子带走了。 不好意思啊,我这个老铁刚才喝多了,我们这就走。 王潇洒开始苟障人士,花花世界迷人眼,没有实力,你可别赛胎。 话说回来,猪老兄怎么会在这里? 盗袍说白燕那小子闯祸了,老是让他来找他算账。 杨利给队友们讲述了自己被王潇洒诈骗的经过,又开始询问黄泉暗头的来历。 胖子说那可是黄泉第一店铺,第一任老板就是阎王。 杨利还记得阎王已经离开了黄泉,那现在黄泉暗头的老板是谁? 胖子也表示不知道,反正估计也是一号很厉害的人物。 杨利想了想,为啥我们不能在黄泉开一间店铺呢? 既然有人做得到,那我们也可以。 这种想法被胖子否定了,因为开店需要不少时间,以他们的实力根本开不起来。 迷流之地的各位居民请注意,头顶的飞艇开始大声广播。 杨利还是第一次见,曲奇说这是GT科技公司的宣传飞艇。 沙盒式地图,多关卡设计完全沉浸式体验。 这是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高额奖励。 卡牌加成,竟在自走棋。 镜头又来到满是自画的房间,一位子发人物正在作画。 白夜那孩子是带着我们的东西。 跑路了,是这样吗? 没错,夏儿老师,盗炮回答道,难道这就是黄泉暗头的店主? 杨利几人第二天来到自走棋的临时站点。 没想到这个游戏异常火爆,全是排队的人。 他们几人来得已经算早了,还是排在了队伍靠后。 此时,边上伸出来一只牛蹄,那边的几位小哥,要不要看看。 还在为买不着票而烦恼吗? 我这里什么票都有,这票贩子也太像黄牛了。 胖子的注意力全在人气少女偶像的现场票上。 杨利几人看了看排队人数,打算妥协买三张票,刚拿到票,周围就开始传出警报。 发现非法票据出售,准备逮捕,全体出动,开始执法。 黄牛吓坏了,我第一天,真真正正低倒霉,是机械治安官。 黄牛表示自己完完全全是第一次出来啊,一边跑一边大喊。 杨利拿到票,还没付钱,黄牛就自己跑了,真是走了大运了。 门口的迎兵开始招呼领取了体验票的玩家。 杨利看了看机器,自走其游戏报酬是方块一加一张梅花二,外加十天的奖金。 达成特殊条件还可以获得额外奖励。 几人心动了,立马点击参加游戏。 白叶那小子真是看错他了。 夏儿老师开始叹气,以你王潇洒的程度抓白叶确实很困难。 只是他偷走的那个东西很重要。 通知江上,你和他一起来解决白叶的事情。 尽快把那个东西拿回来。 至于叶叉那边的话,王潇洒打断,表示自己一定尽力去办。 老师你就放心吧,属下办事你放心。 杨利几人被传送到一片森林,刚睁眼就看到曲奇还在睡觉。 杨利表示,现在可不是睡觉的时候啊。 起身看了看周围,眼下要先搞清现在的情况。 但周围只有自己和曲奇,一起来的胖子不见了。 杨利这才想起来,传送过来的时候在隧道里,有一种力量想把他们三人分开。 胖子一下就被甩开了,是自己抓住了曲奇。 不知过了多久,曲奇终于醒了,问自己还活着吗? 杨利说没事,只不过胖子丢了。 曲奇提议那就赶紧去找找他吧,说不定就在附近。 各位玩家,欢迎来到自走奇,整个世界都在传出声音,自走奇顾名思义就是自己走了。 走到地图中心的那个火山就可以了。 不过,要小心手上的手环,点数耗尽就会死。 点数可以在地图中寻找并击杀魔物,就可以获得了。 或者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获得了,你们应该都懂了。 那么现在游戏开始。 胖子被中途甩飞,传送到一片大沙漠,毫无方向感可言。 匿名女猎手也来到了森林,只要沿着这个方向一直走就可以了,绝不能节外生枝。 杨利猜得不错,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行动点数也在减少。 这些点数绝对不够他们用的。 胖子还在沙漠里行走着,机体一直在过热警报,再不喝水的话感觉就要死了。 走着走着,胖子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绿洲,把他给惊呆了。 谢天谢地,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胖子赶到仅剩的一片水潭,面前是之前吃饭起过纠纷的纹申小哥。 纹申小哥让胖子自觉点,像上次那样从他面前快点消失。 否则就打爆他这块破铜烂铁。 闭上你的臭嘴沙雕,赶紧滚吧。 胖子有了同伴的存在,已经不在乎其他人的看法了。 一炮轰飞了纹申哥。 杨利二人一直在赶路,渐渐走入一片浓雾之中。 水潭中的鱼人一直在监视着他们,他们并没有发现。 他们走到一棵树下,躺着一位玩家的尸体。 杨利仔细看了看他的脑袋,应该是瞬间被掰断的。 最关键的是他的装备完全没有被截掠过的样子。 这也就是说,杀死他的不是别的玩家。 鱼人看自己已经暴露了,从水中一跃而起,发射出鱼叉。 还好杨利反应快,瞬间变出手炮格挡了下来。 曲奇被这个鱼人恶心到了,质疑会不会是传说中的美人鱼战士。 发射出火球,杨颜自己今晚要吃烤鱼,果不其然,鱼人一发淤泥就把火焰给浇灭了。 随后就开始张嘴,发出尖锐的暴鸣声,让杨利二人难受不已。 突然从森林深处射出一发箭,直接给鱼人爆头了。 猎人走了出来,让他们两个抓紧离开,这只人鱼只是个赤后。 杨利十分感谢猎人的搭救,取其小声让他不要随便跟别人说话。 杨利根本没放在心上,继续追问是不是要去山顶,要不要组队,一起有个照应。 刚说完猎人就拉开弓弩,朝着杨利来了一箭,一发命中了杨利身后的另外一只鱼人。 取其发现了什么?让杨利快看。 身后的水潭陆陆陆续续浮起来许多只人鱼。 胖子补充完水分又走了许久,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转眼就看到几只鸭子出现在身旁。 今天的晚饭可算是有了,胖子一把抓住一只鸭子。 鸭子被弄几眼了,开始金光闪烁,变身了。 头部是鸭子,身体却是一副壮汉的身体。 刚刚怀里的鸭子也出现在胖子身后,这下要遭殃了。 鱼人一群接着一群,打完又立马补上,把杨利给累坏了。 这些鱼人老老实实待在水里不行吗? 一只鱼人悄悄摸到猎人身后,投掷出手里的鱼叉。 杨利立马补上身位,挡住了鱼叉,提示妹子趁现在。 妹子感叹杨利的盾牌还算不错,便一发带走了鱼人。 杨利提议自己来吸引火力,猎人负责输出。 取其吐槽杨利说是让自己先躲起来,其实是想和猎人妹子搭上而已。 另一边胖子刚刚被鸭子收拾完,又站了起来。 喂,那边的哲学鸭,我还没倒下呢? 怎么能看着我的晚餐就这样溜了? 随后就提出要与鸭子一对一,互掐了起来。 胖子一个战术位移来到鸭子身后,用出了哲学裸脚。 鸭子的荣誉感十足,说单挑就单挑,输了就是输了。 胖子还称赞哲学鸭作为一只鸭子,已经很厉害了。 杨利这边还在抵挡鱼人来势汹汹的攻击,抵挡的期间还不忘跟猎人妹子自我介绍。 猎人提示杨利战斗的时候专心一点。 终于来了一只像样子的鱼人,一看就是水潭的老大了。 鱼人老大法杖使出雷电之力,迅速地向着杨利飞来。 命中的瞬间,猎人一把推开了杨利,雷电之力劈下,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烟雾散去后,却不见猎人的身影。 又一只鱼人出现在杨利身后,杨利的继承武器日月丸有了反应。 杨利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自动掏出日月丸,一个转身就劈死了鱼人。 鱼人又开始操纵雷电之力,嘴里不知在嘟囔着什么语言。 这一发被杨利的盾牌又抵挡住了。 一边用盾牌抵挡着雷电,一边拿着日月丸向着鱼人老大冲去。 闪身上前和他大战了十几个回合。 没过多久,杨利竟然败下阵来,被推到一边,用法杖锁了喉。 曲奇看到这一场面忍不住了,立马向着杨利冲去。 曲奇双手握紧法杖,但却移动不了分毫。 杨利让曲奇趁现在抓紧逃跑,没有时间了。 曲奇才不听,让杨利一定要撑住。 胖子打败了哲学鸭,受尽了他们的款待。 鸭子们还准备了一杯包的干粮给他。 指了指天上的飞星,提示胖子朝着那个方向走就可以了。 胖子感激不尽。 鱼人老大来到他们两人面前,曲奇直接开始求饶。 还没出手,背后就被两发含冰剑命中。 转过身来又结实地吃了两发,原来猎人没死,来就他们了。 猎人对着被冻结的鱼人老大就是一个上踢,直接踢碎了他的身体。 周围的鱼人看大势已去,纷纷开始逃命。 鱼人老大一死,法杖也消失了,杨利被压得差点喘不过起来。 猎人劝他们趁现在赶紧离开这里,曲奇不乐意了。 上前就要和猎人理论,觉得他就是拿杨逆和自己当诱饵,好让自己有奖励吗? 猎人表示自己多说无意,转身就走向森林深处。 胖子终于走出了沙漠,抬头看了看远处的火山,感叹杨逆和曲奇肯定在终点等着自己。 身后突然出现两辆摩托车,摩托帮说,你好啊机器人,出门忘记带充电器了吗? 吸气兔崽子,还记得我吗?老子又回来了。 他们停下车来,带头的是一位紫发黄色刘海的暴走足,我兄弟就是你揍的吧? 我这人很讲道义的,把你的点数分给我们一半,这是就算过去了。 飞机头表示跟他费那么多话干嘛,直接给他拆成零件算了。 一位白发出现,真是不害臊,这么多人欺负一个算什么? 我奉劝各位一句,赶紧走吧。 那家伙是我的朋友,你们敢乱来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身边小弟惊叹,白色头发,不会是传说中的那个白叶吧? 紫发才不管什么白天黑夜的,敢和他们偶像101作对的,只有死路一条。 话还没说完,白叶就顺移到紫发身后,说大话之前,先照照镜子吧。 这都快过去一天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还活着? 给木偶调试的机械师,开始发话。 再这么下去,白童大人可是会发飙的。 都怪你们这群废物,把游戏设计的也太简单了吧。 实验人员回答说,我们还有那个秘密武器,机械师几眼了,那你还不快用上,废物一群。 随着笼子的打开,一只有着血纹眼一般的眼睛睁开了。 一只巨大的野兽渐渐站了起来,走出洞穴。 机械铁拳一拳砸中了纹身哥的脸部。 白发也一刀劈向了紫发,简直不堪一击。 随着紫发肩膀的伤口外泻,感叹是他们输了。 掏出一瓶药水喝下后,伤口开始愈合。 不愧是白叶,我们抱走南公关甘拜下风,白叶好像之前听到的不是这个名字。 询问紫发还有什么疑言,紫发让白叶息怒,先抽个烟。 白叶提起大刀就要挥砍,你这公关业务也太差劲了,而且我不会抽烟。 就在马上砍下头颅的瞬间,胖子把他们叫停了。 杨哥之前说的对,这些家伙挑起事端,但我们不该剥夺他们的生命。 白叶警告胖子注意自己在说什么。 既然你都那么说了,那就算了,果然和那个男人待久了,就会柔软起来吗? 你们几个还不快滚,抱走族们感谢大侠不杀之恩,立马逃跑了。 胖子把自己进入游戏的经过和白叶讲述了一番,质疑白叶为啥来这里了。 白叶表示自己说来话长,因为卷入麻烦的事情,只能在游戏里暂时避避风头。 倒是胖子的机械手能飞,为啥不飞去终点? 胖子称自己的手臂只能短暂飞行,而且消耗大量能量,也不知道杨逆和曲奇怎么样了。 总之,他们绝对要平安无事,白叶安慰胖子不用担心,他们一定能完成游戏。 跑到游戏里躲起来吗? 我早就猜到这小子会搞这种事。 那现在怎么办? 王潇嫂问道,江上说,现在,先吃饭。 可是江上老弟,你就不担心吗? 伤暗勿躁,我已经派人去抓了,等游戏结束,去拿回我们的东西就行。 还要来这种鬼地方抓这小子,被派出的喽啰十分不耐烦。 杨逆二人找了一处地方休息,自己不知不觉,来到弥留之地已经很多天了。 也不知道爷爷他怎么样了。 杨逆回想起生前的记忆,你爷爷的病情很不乐观啊。 患者能活下来的几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一回头,又出现一个杀手,一刀捅死了自己。 杨逆猛的一睁眼,才发现是一场梦。 曲奇也不见了,就开始四处搜寻曲奇的踪影。 边上传来沙沙的响声,便探头望去。 竟然是刚才走掉的猎人妹子在洗澡。 杨逆拔腿就跑,感叹怎么会在这里遇到他,没有被发现吧? 荒郊野岭的多不安全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他立马给自己来了一巴掌,对自己的这个龌龊想法感到愧疚。 边上曲奇刚采集完食物回来,见到杨逆这样打自己问他没事吧。 杨逆表示自己只是早上起来活动一下,千真万确。 曲奇没有多在意,表示吃完水果抓紧上路,还要翻越一座大山。 昨天那些人鱼的点数最多能撑到明天上午,要多打点小怪补充点数。 杨逆只想着刚才的事情。 曲奇一把横在杨逆面前,质疑杨逆从早上就一直心不在焉的,到底在想什么? 是不是有事情瞒着自己?杨逆怎么会把自己偷看洗澡的事情说出来,便说没事。 只是没睡好才这样的。 身后突然跃出一个黑影。 为什么是我?我好惨啊。 飞出的黑影满身伤口,悲惨地大叫着。 杨逆与曲奇迅速趴下,观察着情况。 机械师那边释放的野兽已经来到了游戏里。 杨逆感叹这又是哪路神仙? 刚才那人就是被这野兽打飞的吗? 一定要尽量避开这个家伙。 要是被来一爪子,估计就和那人一样了。 哟,boys,一位蓝发海盗帽的男子出现。 让这只大猫见识见识,我们可回收海盗的实力。 垃圾填埋铁拳,绿色环保补金网。 手持船毛的海盗一跃而起,使我无染葬送斩。 野兽瞬间震开束缚,冲着海盗张开血盆大口。 不出意外,化成了一地的糖果。 其余的海盗们看作战失败,拔腿就跑。 野兽被海盗们吸引了,朝着森林深处跑去。 胖子和白叶听到了海盗们搞出的动静。 白叶觉得估计是个很难缠的魔物吧? 胖子又担心杨逆和曲奇不会在那边吧? 白叶驳回了,应该不会。 杨逆算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人,绝不会参加这种危险的事情。 杨逆这边还在躲避着野兽的搜寻,脚底却传来动静。 刚才被袭击的人还没死,大声向杨逆呼救。 野兽瞬间就锁定了他们几人的所在处。 这下不就坏事了吗? 野兽来到他们二人面前,闻了一闻。 杨逆猜测他好像不会攻击不动的人,似乎变得温顺了。 脚底半死不活的人又开始求救。 求求你别是我。 野兽察觉到动静后,立马抬起前爪,狠狠地向着杨逆二人拍去。 他们只好向着树林中跑去。 他们的步伐哪里赶得上野兽的一跃,轻松来到面前。 他们只好再往回头跑。 野兽正准备再次用爪子攻击,前爪却被兵剑冻住。 原来是猎人前来救场,提醒他们二人往自己这里跑。 野兽可不会放过他们,吐出炽热的火球向着他们三人飞去。 猎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呼喊杨逆举起盾牌。 火球在杨逆身旁爆炸,别傻站在那里了,就是现在。 他只好举起盾牌,猎人顺势一发兵剑射了上去。 经过弹射,兵剑直接冻住了野兽的血盆大口。 野兽一时半会儿还自己弄不下来,转身就逃离了战场。 结束了战斗,杨逆二人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猎人又救了他们一次,提议这回还要一起走吗? 刚才的那个生物叫做尸敖。 在我们的世界里,尸敖是一种很温顺的动物。 不知道刚才那只为什么异常凶猛? 猎人说泥流之地不止收容地球人,其他时空的精灵也会来到这里。 怪不得经常在黄泉街看到奇怪的人。 随后,开始正式介绍他们自己。 曲奇还在为之前的事生气,猎人说自己名叫燕子。 他们几人发现了一个茅草屋,打算去里面避避雨。 另外一边,一名男子正在和敌人交战,打得不可开交。 我们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还要赶尽杀绝? 是老师派出的喽啰追来到这里。 求你们大发慈悲,我把时间分给你们一半。 仔细看,见过这小子吗? 杨逆几人进入了茅草屋,就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里面几个人都被石化了。 这难道是什么邪恶仪式的现场吗? 桌子上摆的是什么神像?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就在这时,门又自己碰得一身关上了。 杨逆有种不好的预感,大事不妙了。 胖子和白爷一直在赶路,他们二人的肝量所剩不多了。 白爷说再歇会儿,不管这里停不停,我们都得上路了。 你们昨天不是说要开一家店铺吗? 那你们有想过开家什么店吗? 那当然是开家料理店。 那每天都有好吃的。 你想加入我们吗? 没有996,也没有乱加班。 小喽喽突然出现,在手中开始形成一个紫色的能量板。 去死吧。 死白毛。 胖子被气坏了。 不要在两个男人推心致富的时候,瞎痛地打断。 哟,别来无恙啊。 是夏儿老师让你们来的吧? 别这么冷漠嘛。 我只是听说你从夏儿老师那里,偷走一样重要的东西。 少废话,有种就自己来拿呀。 杨逆这边还在尝试开门。 曲奇认为又是猎人下的套。 说吧,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是不是又想拿我们当诱饵,拧什么东西出来? 如果你因为之前的事生气我道歉, 可现在我也被困在这个地方不是吗? 曲奇猜不信这套,杨逆只能劝说二人冷静。 吵死了吵死了,你们就不能出去再吵吗? 哦对了,我忘了你们出不去了。 白夜被偷袭后,被迫进入战斗,没想到事情变成了这样。 真麻烦啊。 虽然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目的,但是给我试可而止吧。 小喽啰劝胖子少管闲事。 白夜一跃而起,抬起大剑就是一个劈砍。 不料敌人一个瞬移就来到白夜背后,再次发动能量弹攻击。 白夜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 胖子十分担心白夜的安危。 刚才身后的喽啰一下也顺移到胖子面前,现在可不是担心别人的时候。 长袖挥舞了两下,就把胖子打得动弹不得。 乌鸦,你这家伙是动真格的呀。 明明是你迟钝了,行了。 快把东西交出来吧,学长。 乖一点,如果你不配合的话,就会发生不愉快的事了。 我就把你的机器人朋友杀掉。 这是我和你们的恩怨,和其他人无关。 别做无谓的抵抗了。 难道要用那招来解决他了吗? 你说说,这又是何苦? 去把那个机器人给我宰了。 别太小看我了。 面具难? 胖子对着乌鸦就是一套直男铁拳。 乌鸦回头一拳,直接把胖子的机械手臂打得稀碎。 另一边的茅草屋里,燃灯道人看他们竟然没人认识自己,十分的无语。 在下就是,燃灯道人。 他们并不在乎这个燃灯道人的由来,只觉得他的外表装束太奇怪了。 那么燃灯道是,我们该怎么出去呢? 问得好。 忘记介绍了,这只梅花鹿是我的坐骑。 那么提问来了,这是一头梅花鹿,请问它身上有多少个断点呢? 答对的话我就放你们走。 但是有人答错,我就要惩罚那个人。 另外一边胖子和乌鸦还在交手之中,乌鸦称胖子这种程度还不够看的,准备受死吧。 刚准备出手,终结了胖子,身后一辆摩托车飞出,鬼火骑士驾到。 紫毛出场,气焰嚣张,把乌鸦都吓到了。 还有我们,我们就是,地狱骑士团。 哎,你看上去被修理得很惨吗? 白夜这下招架不住了,又要对付乌鸦,这些家伙又来趁火打劫。 喂,那边那个斗笠恶棍,你给我听着。 这个机器人是我的对手,我要和他堂堂正正地打一场。 在这之前,谁都不能杀掉他。 乌鸦被这白痴无语住了。 之前说了很多过分的话,真是抱歉。 虽然被你们打败很不甘心,但是有恩必报是我们的骑士精神。 少在那里耍帅了。 我们一起联手吧。 那好吧,骑士所致,战无不胜。 白夜小哥,这个斗笠男就交给你了。 我和骑士团负责那两个怪家伙。 看来命运注定,要你我决一死战了。 亲手撕碎你这叛徒我求之不得呢。 好啊,来试试看吧。 杨历几人还在茅草屋里数斑点。 37,38,等一下。 刚才这个好像数过了吧? 还没数完吗?被你打断了。 我忘记数到多少了。 一共是47个斑点。 哎呦,这么快。 确定是47吗? 没错,一个斑点都不差。 47个。 大错特错哦。 回答错误之后,曲奇的身体开始实话。 喂? 燃灯,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说的惩罚呀。 杨历,救救我。 卧槽。 怎么办? 怎么办? 等一下。 那个是。 尾巴下面还有一个斑点。 我知道了。 一共48个斑点。 回答错误。 说完,杨历的身体也开始实话了。 曲奇绝望了,杨历也答错了。 这下要完了。 根本就没有正确答案。 你再耍我们。 燕子拉开弓箭,就准备攻击燃灯。 燃灯却说他是神仙是杀不死的。 而且,神仙是不会说谎的。 这算哪门子神仙啊? 等等。 我想起来了。 答案是只有一个斑点。 森林里,骑士团赶到。 帮助胖子几人一同对付乌鸦。 阿姬,掩护我。 没问题。 阿爸。 阿涅谜一热风枪。 国产瑞士军刀第三试。 居然被躲开了。 让我来,尝尝这个。 最后到我了。 神龙殿泛波。 回答正确。 杨历在最后时刻喊出了只有一个斑点。 身体的实话解除了。 看来燃灯道人没有骗人。 曲奇被吓坏了。 这次回去要多敷点面膜补补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梅花露的皮毛实际上是白色为底色。 整个棕色的部分才是斑点。 Bingo。 完全正确。 下次我要想一些更难的谜题。 你们现在可以离开了。 但杨历几人不为所动。 难道你们想留下来陪我? 你刚才说神仙不会说谎的对吧? 那我问你。 我们拼了命地来玩这些破游戏收集扑克牌。 真有人收集了54张离开了这里吗? 曲奇让杨历不要多嘴。 抓紧离开比较好。 曾经是有人集齐过卡牌。 他本来是有机会重返人间的。 至于这其中的真相还要你自己来解开。 说完道人化作灯火消失了。 杨历听得百思不得其解。 说话说一半,算什么神仙? 森林之中,白叶和胖子中了乌鸦的埋伏。 纵使自己的手被打废了。 胖子也没有放弃。 继续与敌人战斗。 你少了只胳膊,反而更能打了吗? 另一边紫毛赶来救援,打得不可开交。 没想到对面吃了两次电饭波,居然还能活着。 傀儡交战半天之后,也就只破了点衣服。 轻烈一笑,你们只有这种程度而已吗? 小弟们的物理伤害对他都无效。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伤了。 每个人都在各司其职,对付着自己的敌人。 乌鸦趁此机会使出阴兵戒斗。 白叶又使出恶鬼退避。 同门师兄完全破不了招啊。 你太大意了,就由我来替暗头清理门户。 乌鸦发动灵能斩,狠狠地踢在白叶的胳膊上。 他的胳膊开始金光闪烁。 白叶怒了,你也闹够了吧? 都快死了,还在嘴硬啊。 白叶。 胖子也察觉出白叶小哥那边情况不妙。 喽啰根本不给喘息的机会。 别在那里东张西望了。 无从无量洞来,关心得道,乃至虚无。 这个口诀是。 那就让痛苦来得更猛烈些好了。 乌鸦被吓坏了。 这不可能。 念完口诀后,白叶的本命解放了。 展现出了自己的完全体。 来做个了断吧。 乌鸦。 画面又来到操纵游戏的实验室里。 机械师看了看游戏人数,还剩下60人。 算了。 这么多人,我给他们准备了一份大理。 杨妮几人答对了问题,离开了茅草屋,猎人提醒他们要加快脚步。 许奇拉了拉杨妮的一脚,表示自己进游戏就没打败过怪物。 行动点数只剩两点了。 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乌鸦被解放本命的白叶给吓坏了。 白叶让他别太吃惊,他可不是第一个偷学这招的人。 这个,就是成功本命解放的样子吗? 白叶,你别过来。 乌鸦呀,天堂有路你不走。 我之前已经好言相劝了,你却仍然大打出手。 再见了。 乌鸦?乌鸦被迎面一拳,连同面具杆得稀碎。 白叶又顺移至背后补了一拳。 这是最后一击了。 灵霄火冲。 这一招响彻天际,方圆几里都听得见。 黄泉岸头内,动物符号的灯笼挂着满房都是, 硬着乌鸦的那一盏熄灭了。 乌鸦落败了,果然不行吗? 森林中,曲奇的点数不多了。 猎人随即就提出把自己的点数分给曲奇。 之前打也怪攒了不少。 曲奇羞红了脸,之前还一直怪罪猎人,现在十分感谢他。 杨逆高兴坏了,这就对了吗? 我早说了燕子不是坏人,我可是有好人雷打的。 猎人让他别高兴得太早,接下来也要一边走一边打怪。 赶了一会儿路,杨逆累坏了,他们就暂时休息一下。 杨逆刚坐下就睡着了。 曲奇趁杨逆不在,想找燕子聊聊。 就是之前说了你的坏话,很对不起你。 猎人让曲奇这种事就别放在心上了,保持警惕是好事。 对了,你和杨逆是那种关系吗? 这个男孩虽然有时候傻乎乎的,但他是个温柔直率的人。 两人还在聊天,猎人的耳朵听到了什么动静。 小可爱,迷路了吗? 叔叔送你回家好不好? 不要过来啊。 不该。 我对大叔完全没有兴趣。 叔叔家里有好东西给你看哦。 这下暴女该如何是好。 乌鸦被击败后,胖子这边动了动断臂,勉强可以用。 还要啥自行车,拆了我自己的摩托才将就修好了。 你就凑合用吧。 乌鸦跟着江上都学的什么邪术。 白叶解开喽喽的束缚,发现胸口被印了符咒。 无辜的人被施加了法咒,变成任人摆布的傀儡。 喂? 白毛,反正顺道。 要不要搭我们的便车呀? 可是你们不是已经拆了一辆吗? 这都不是事儿,包在我们身上。 几人便拉上他们,全体五人挤在了一辆摩托车上。 紫毛说这是从天竺学来的飞车特技。 话题唯有之后,几人十分开心,路上一起高声歌唱。 听到动静后,猎人让曲奇不要轻举妄动,先看看情况再说。 走开,你们两个大变态,别过来。 说完,暴女掏出一把小短刀。 哎呦呦,会用吗? 小家伙。 小丑这下真成小丑了,当说完就掉了脑袋。 身旁的队友吓坏了。 小丑队友这才反应过来,你不是玩家,你是怪物。 哈哈哈哈,你答对了。 随后,小丑队友的身后又出来另一个野蛮人,从天而降。 猎人也惊了,直接劈成两半,一点也不手软。 曲奇被这个场面吓得不敢说话。 野蛮人看着死去的敌人,要把他们剁碎了包饺子吃。 原来是妹妹负责引诱敌人,哥哥负责杀戮。 哥哥说道这已经是第十九个。 刚才表现很好,我们很快就能回家了。 妹妹高兴极了,那要继续加油了。 哥哥瞬间杀意感知到了有人靠近,一把飞斧飞了过去。 燕子的位置被发现了,还好往后一退躲开了。 杨妮刚刚从睡梦中惊醒,发现曲奇和燕子都不见了。 送上门来的猎物,别怪我不客气了。 另一边曲奇和妹妹也发生了战斗。 曲奇的火球被短刀一一弹开,就这种程度的火球也想攻击我。 这么喜欢玩火,就用你做烤肉。 曲奇抬手一个岩豹之类,在面前生成了一道火墙。 曲奇小心,被禁身就麻烦了。 野蛮人哥哥趁燕子不注意,发动偷袭。 你就是第二十个。 还好杨妮及时赶到,把这致命一击抵挡了下来。 你怎么忍心对两个女孩子下手,当真是条疯狗。 野蛮人一个空中转身,把杨妮另一只手的日月丸给踢飞了。 转身去捡武器的时候被抓住间隙,敌人空中一把巨大的砍刀迎面而来。 空中的野蛮人背部被燕子击中,往杨妮身上撞去。 杨妮正好抬起日月丸,对着她的身体一次,野蛮人哥哥被刺中了。 杨妮一刀刺进了野蛮人的身体,野蛮人大喊,我还不能死掉啊。 就差最后一个,杨妮进入到了野蛮人哥哥的回忆之中。 他们本来是另一个星球的原始部落,被GT科技入侵。 大人们被杀光,小孩都作为GT科技公司的财产抓走了。 喂,想回家吗? 去游戏里替我杀了他们,满二十个就放你们回去。 这个就是她的执念吗? 好想回家,说完野蛮人倒下了。 妹妹快步跑来。 认作点,哥哥,我以后会听话的,你别死。 没事的妹妹,我只是要回家了。 你醒醒啊,塔娜不能没有哥哥,很抱歉打断你,我们需要你身上的点数。 猎杀或者被猎杀,这就是游戏规则。 哥哥骗人,这个游戏一点也不好玩。 说完拔腿就跑,燕子在身后穷追不舍。 喂,燕子,你已经无路可走了。 她只是个孩子啊,燕子还嘴说她只是怪物。 难道你不想要分数了吗? 你们才是怪物。 说完,妹妹往悬崖下一院。 失去了哥哥的她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坠入了深渊。 为什么要这样啊? 是我害死了他们。 我们别无选择,这是游戏规则。 宁愿死也不让我们得到点数。 这就是她对抗规则的方式吗? 就算我们没有出手,其他人也会想方设法击杀他们。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GT科技公司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GT科技吗? 把所有人玩弄于鼓掌,将人们的生命,情感,视于玩物。 不可饶恕,等着瞧吧。 后面突然传来声音,前面是他妈的断牙呀,快停车。 飞向宇宙,浩瀚无限。 杨哥,这是整啥呢? 胖子与杨逆几人终于重逢,痛哭流涕。 白夜把自己的经历给杨逆讲了一通,他只担心胖子给他惹了麻烦。 那边的精灵妹子也是我在路上遇到的新伙伴。 我们这么多人,只有一辆摩托车会不会太紧了? 交给我。 白夜看他这表情就知道,紫毛又在心里打什么鬼主意。 不过,杨逆看了看剩下的路也没多远,直接不行好了。 白夜这才松了口气。 杨逆的队伍更加壮大了,他们充满信心,向着山顶走去。 画面来到紫袍所在之处。 白童,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杨逆的继承,似乎觉醒了二阶段。 不,不是他,我是说另一个。 您说的是那个孩子啊。 他已经觉醒了掠夺的本命,而且现在表现得非常出色。 他参加的游戏,基本上都是第一名。 这孩子会把所有障碍全部杀死。 我们应该多培养他一下。 至于这个杨逆,一切都是注定的,我们只需要等待。 还有,替我看着他们俩。 几人终于来到火山山顶。 对了白夜,你对这个GT科技公司了解多少? 略知一二吧,不过等一下。 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了? 梁力发现这个世界和GT科技有着莫名的联系。 他实在搞不懂他们为何要设计这些游戏。 白夜说这是皇权领主在创世之时就建立的机构, 靠着他的神力一手打造出来的。 他们拥有来自其他时空的科技力量和各个异世界的超自然法力。 杨逆现在都在怀疑他们究竟有没有机会离开这里。 老实说,我也没见过有人真的离开弥留之地。 尽量还是不要和这GT科技扯上关系为好。 有人过来了。 觉悟吧,战术斯巴达。 一群敌人跳了出来。 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上其他玩家。 哈哈哈哈,白痴。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又一对人出现了。 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热闹了? 玉棒相争,鱼翁得利,再次登场一群忍者。 突然出现的敌人接二连三,乱作一团。 大家都聚愉快了。 马三,有把握吗? 胖子说自己胳膊没断的话,还行。 你们这帮白痴,这都什么时候了? 爬上山之后,大家就能完成游戏了。 GT科技那帮家伙,就是想让我们自相残杀。 如果我们在这里大打出手的话, 那不就正动下怀了吗? 我不喜欢GT科技。 我也不喜欢那帮自大的家伙。 说不定,那些白痴正在某个地方观察着我们。 我们能走到这里,已经很不容易了。 终点就在眼前了。 实验室内,机械师问大家,听到那个声音了吗? 知道这个游戏最美妙的是什么吗? 那是种转瞬即逝的感觉。 快听! 那感觉就在耳边。 嗯,好像什么都没有啊。 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去感受。 山顶几人的纷争化解之后, 一同赶往山顶的出口。 这几天的经历真是神奇, 竟然活了下来。 最重要的是,遇到了好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胖子提议,回去之后,大家一起去吃烧烤。 比如奇奇哈尔,Barbecue什么的。 猎人让杨尼回去之后,要记得升级能力。 说完脚底一滑,往后面道具。 杨尼正好接住。 你看吧,我已经变强了。 啊,开个大机器人,还真是威风啊。 这算什么? 等我存够时间,就搞一台坦克。 白发心想,游戏结束后, 还得对付暗头的人。 实验室中的机械师按下按钮, 你们听哪?就是这个声音,整个乐章,最后的高潮。 按钮按下之后,山顶的火山喷发了。 杨尼提醒大家快往终点跑。 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就要开始演奏了。 你们不知道我每次等到这个时刻,有多快了。 爆炸随着音乐声响起。 杨尼让大家分散,不要待在一起。 燕子也觉得,必须要分开跑。 你自己小心,我们终点见。 刚说完,一颗巨大的面具撞火山石落下,砸中了燕子。 杨尼直接泪洒现场,说不出话来。 胖子看见杨尼在石头面前不肯走,劝说他抓紧离开。 快走啊。 傻叉。 杨尼脱下衣服正开束缚,又冲了回去。 白夜也来帮忙劝说。 你给我醒一醒,他已经死了,没救了。 其他的人已经到了终点,开始招呼他们赶紧过来。 没有办法,杨尼还处于失去队友的伤痛之中,白夜只好带着他冲往终点。 听得见吗? 还记得吗? 那个声音。 当一切归于平静,我还记得他的声音,却记不清他的样子和他没诉说完的故事。 几小时后,几人回到了黄泉大街。 紫毛喝得鸣鼎大醉,开始胡言乱语。 有话怎么说来着,大难不死,必有重险。 杨尼还处在失去队友的伤痛中,白夜好想帮他做点什么。 但这种事还是要他自己走出来才行念。 胖子一开始就想问白夜了。 我没看错的话,你之前是解放了本命没错吧? 花时间也是一点不收了。 这种实力再加上和黄泉案头的联系,我怎么想都不对劲啊? 你究竟是什么来头? 白夜承认自己曾经是黄泉案头的一员, 但现在已经退出了。 那些人拿着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而他做的, 只是把那东西交给了对的人罢了。 等到了对的时间,他会毫无保留地全盘拖出, 请大家相信他。 编,这小子满嘴谎话。 你们可别上当了。 王潇洒带着一大堆人进来了, 把他乖乖交给我们处理就好了, 把这个叛徒拿下。 这位客人请您不要打扰其他人用餐, 阿金老板发话了。 如果让别的客人感到困扰, 我是绝对不允许的。 你又是奶根葱啊? 王潇洒毫不在意, 竟敢和我黄泉暗头作对, 兄弟们给我扁他。 去死吧。 老东西, 你们在无眼里, 不过是食材罢了。 这家伙是老糊涂了吧。 住口, 你们这群菜鸡。 阿金老板挥动菜刀, 几下就把这群菜鸡收拾了。 我只想为这弥留之地的将死之人们, 端上一碗热汤面, 驱散每个时刻内心的黑暗仅此而已。 王潇洒队友全军覆没, 驳门而逃。 胖子被老板的实力惊呆了, 最要命的是闲暇之余还做了一碗面。 老板提醒他们饭店后厨有后门, 以后尽量少招惹那些家伙。 那我们先走了。 白爷觉得十分抱歉, 对不住了阿金。 老板让他们闭嘴, 快走吧。 白爷让大伙先个回个家, 如果提起自己, 就撇清关系。 紫毛几人说, 那我们就先行告辞了。 保重, 胖子和白爷往电器街方向走, 曲奇说杨逆就交给他了。 杨逆一路昏昏沉沉, 你忘了我们还有很多事没做吗? 杨逆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曲奇就直接吻了上去。 成就达成, 接受曲奇的私人治疗。 回到黄泉岸头, 王潇洒说自己被一只章鱼打得落花流水。 就是那种半人半章鱼的手里, 触手拿着刀。 盗袍根据描述, 问他是这样的章鱼人吗? 总之那家伙是个很可怕的对手。 夏儿老是感叹黄泉街上还有这样的家伙吗? 真是伤脑筋。 老朱你去查查这个厨子, 我倒要看看。 让你们越办越麻烦。 黄泉大街的广告牌正在播送广告, 还在为自己不够强大、 不够持久而担心吗? 这种事情就交给我们的新产品。 全新一代战斗功能饮料, 劲爆上市。 杨逆被曲奇的一文给惊醒了。 曲奇听说, 治疗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再刺激一下。 杨逆说自己只是在那一瞬间, 觉得自己好像还活着。 所以说, 刚才是为了治疗的人工呼吸吗? 曲奇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一半是想要让你快点恢复过来吧。 另一半, 是人间失格, 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努力保持着自己还是人类时的那些特质。 如果有一天真的变成一具空壳, 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了吧。 所以,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哦。 而且我发现, 只要杨逆在我身边, 我就有还活着的感觉。 我也是。 还有就是。 算了没事, 时候不早了, 快下楼休息吧。 另一边的电器街, 胖子一直在赶路。 走了没多久, 就到达了地下室的家。 打开机器, 胖子开始自我调试。 测试完成, 合格。 胖子不知心里打着什么算盘, 果然还是不行啊。 电话亭里, 白夜说黄泉案头正在通缉他, 不过他能自己处理, 那个东西他已经交到他手里了。 放心吧。 请不要担心, 阎王大大。 闹市区的房顶, 江上和老朱正在搜寻, 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江上说什么都没发现。 杨逆还在回味刚才发生的事, 看来曲奇已经变成重要的人了。 但如果又发生刚才火山的那种事, 他绝不允许。 无论如何都要变强才行。 他开始自我打气, 你可以的。 杨逆,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人, 说道, 看不出来你还挺热血吗? 果然是, 你就是那个继承吧。 有点和想象中不一样啊, 居然是个矛头小子。 你到底是谁? 你是神仙吗? 你说我吗? 这里的人都叫我阎王。 什么? 你就是阎王。 你不是已经离开这里了吗? 现在, 你怎么会? 等等。 阎王不是男生吗? 你上当了? 我当然不是了。 真傻。 黑皮表示玩笑时间结束, 想不想听点正事。 主要有两个事情。 第一, 他要杨逆帮忙寻找离开这里的线索。 第二, 他见过杨逆的父亲, 曾是他最好的朋友。 杨逆听到这个词就来气, 那种家伙关我什么事啊? 真可笑。 我想你和你父亲之间, 一定是有什么还未解开的执念。 现在请你把左手伸出来。 杨逆迟迟不敢伸手, 被一把拽出来。 随后, 黑皮用嘴亲了一下, 原本的戒指变了个模样。 黑皮叹了口气, 时间不多了。 找到那扇门, 然后来找我。 找到门, 然后找你。 杨逆重复着关键词, 一定要在审判日之前。 时间, 就是打开一切的钥匙。 随后, 就被什么力量拉走了。 杨逆无语注了, 神仙都喜欢说话说一半是吗? 这大半夜的, 好歹多给些提示啊。 老爸, 也在弥留之地吗? 这就是他失踪的原因吗? 如果他也在这里, 真的要去找他吗? 杨逆又被拉进小时候和父亲的回忆里, 自己缠着父亲给买变形金刚。 父亲答应他发工资给买一个, 前提是要好好写作业。 真是个大骗子。 一大清早, 胖子就赶到楼下叫杨逆起床。 没想到这次杨逆已经收拾好起来了。 胖子说一起去叫曲奇。 不了, 我还有事要去问问昨天的那个章鱼大叔。 饭店中, 杨逆和阿金老板开始攀谈, 你说和时间有关系的门吗? 是的, 您在弥留之地待的时间一定很长, 所以想跟您打听一下。 虽然我在这里待了很久, 但你说的那个门我好像没什么印象啊。 我只一戏记得。 据说阎王失踪, 好像就是因为他去找什么奇怪的门。 那能请你讲一讲关于阎王的事吗? 哪怕是传言也好。 好吧, 既然你这么感兴趣, 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很久以前弥留之地和现在截然不同, 到处是残垣断壁, 和漫无目的四处乱晃的将死之人, 没办法真正的死去也无法往生。 而在这片废墟之中, 矗立着一栋钢铁堡垒, 没错就是GT公司。 创建他的就是黄泉之主, 也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人。 一个来自其他宇宙的外神, 没人知道他的过去, 也不知道他的动机。 黄泉灵主用自己的神力, 收集来了各个时空中的科技力量, 同时也吸收着各个世界的将死之人, 让他们参加他的游戏, 赢了拿走奖励和卡牌。 输了就被彻底抹除。 简单粗暴的游戏规则吸引着人们, 最重要的是只要收集54章就可以复活。 一时间, 大家为了争夺卡牌互相大打出手, 迷流之地也一度陷入混乱与黑暗。 突然有一天, 他来了, 我警告你啊, 再跟着晃悠我就灭了你。 我就想问一嘴, 你们这最能打的是谁? 周围的人看他这么嚣张, 怎么可能放过他? 阎王两把太刀左右开弓, 两刀解决了敌人, 快准狠。 接二连三跟上来的敌人也被这样一一做掉。 他就这样一条街一条街地打, 没人是他的对手。 这条街, 从今以后归我管, 但凡是反抗的人, 都被这家伙送去见阎王了。 真是抱歉啊, 弄乱了你的铺子。 阎王拿了阿金桌子上的寿司尝了一口, 如果迷流之地的落魄之人们, 都能吃到这样的美味就好了。 从那之后那句话, 就是无坚守的料理之道。 真是怀念啊。 没想到, 原来阎王这个称号真不是盖的啊。 后来呢, 阎王征服整条黄泉街后, 便成立了第一家店铺, 他希望将死之人们可以团结在一起。 至少在游戏之外, 就不要再拉帮结派, 互相仇视。 但是好景不长, 有人说就在他接触到最后一张卡牌, 于是离开复活了。 但是我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 阎王为了打开那扇门就去寻找钥匙, 从此音信全无。 阎王在找的钥匙该不会就是。 饭店外传来骂声, 马三, 你要是再用无人机偷看我, 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曲奇十分愤怒。 金大叔, 杨丽在这里吃饭吗? 你们来迟了一步啊, 他刚走, 还让我转到你们去时间银行的强化去找他。 恢复稍微强化一下, 组织强度和反应速度, 也升级到一个比较可观的强度。 这样再配合体术和我的刀爪应该行得通, 必须要像阎王那样强。 曲奇很生气, 你怎么这么着急跑来这里强化? 听阿金说你都没顾上吃饭。 来, 看着我的眼睛,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们呢? 说啥呢? 怎么会? 切, 检测到你的血压和心率上升。 呼吸频率也在升。 你如果不是对我马三有意思, 那就是在说谎。 杨丽眼看瞒不过, 就把昨晚那个黑皮妹子的事交代了一遍。 在搞清这件事之前, 我不想把大家牵扯进来。 曲奇问杨丽昨晚那个女生好看吗? 大晚上的忙活啥呢? 胖子还在持续助攻, 杨哥的心率、 血压和体温都在飙升哦。 然后今天早上, 我就跑去问了金大叔关于那扇门的事情。 我倒是知道一个人, 搞不好他会知道你说的那扇门的事。 回收站里, 一位白发先生正在忙活着什么? 胖子来到博士身后, 博士满眼只有机械手臂的工艺问题。 博士? 是我? 马三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千万别杀我。 我的心脏。 说完, 博士就笔直地躺地了。 这就死了。 杨丽被吓坏了, 胖子说没事的, 习惯就好。 检测到灵魂指标正在下降, 回魂除颤器正在启动。 几秒钟后, 伴随着电机声响起, 博士复苏了。 胖子扶起博士, 问他不要紧吧。 博士这下终于认出了胖子。 实在不好意思, 让你们见笑了。 燕博士可是个很牛批的人物哦, 曾经是阎王的机械臂维护师呢。 那都是过去的陈年往事了, 而且我也只是个修东西的。 燕博士, 你知道关于阎王失踪前, 在寻找的那扇门的事情吗? 不好意思, 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连燕博士也不知道啊, 难道说线索就要断在这里了吗? 警报声突然响起, 注意, 侦测到超负荷时间流量。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的实验室怎么会有那种东西? 马三, 是你带进来奇怪的东西了吗? 会不会是这个的缘故啊? 杨历掏出之前白叶给她的蓝色沙漏。 白叶? 是啊, 白叶, 你手里那只巨石沙漏, 是用来封印时间的一件道具。 这个沙漏里装着这么大体量的时间。 如果我没有猜错, 这里面是属于阎王的一部分时间。 杨历。 许琪提醒她快用本命继承一下。 不是我要泼你们冷水, 就凭你们是绝对不可能打开沙漏的封印。 她印象中唯一一个能解开巨石封印法术的人, 她现在应该在极乐世界吧。 警报! 二号实验动力系统失效, 实验终止, 我要去忙了。 你们自己随便坐吧。 他们几人离开了博士住处, 白叶回到家中, 我回来了。 想我了吧。 波波, 有没有好好看家呀? 连你留的饲料全都没了, 这可是一个星期的量。 这样太堕落了。 波波, 真拿你没办法。 不过今天没时间陪你完了, 这次的任务目标比较棘手。 嗯, 目标人物是夏尔老师的话, 也要稍微认真一些才行。 这个漫画的男主和杨逆长得好像啊。 杨逆几人来到了胖子的家中, 马三你家真的有好多漫画书。 是啊, 还有很多手办公仔。 胖子搜了一下极乐世界这个地方。 极乐世界, 就是指弥留之地的上城区吗? 曲奇表示, 在这里这么久, 还从来没听说也没见过那种地方。 胖子也说, 只有像烟博士那种老江湖才知道。 他们立马去往饭店询问阿金老板, 极乐世界。 怎么着, 你们几个也想去上流社会吗? 金老板开怀大笑。 如果你修炼成仙或者有花不完的时间, 就能去往极乐世界。 也就是说那里都是土豪, 大老猪的地方啊。 极乐世界原本是皇权之主的后花园, 现在只是对外开放罢了。 夜晚当你抬起头来看, 其实就能看到极乐世界。 那是我们难以触及的乌托邦。 那我们这些普通玩家是, 没办法去往极乐世界的对吗? 办法当然是有。 每年的祭典在极乐世界, 都会举办一场表演赛游戏。 届时皇权之主会邀请黑桃的玩家去参加游戏。 黑桃呀, 那可是超级难拿到的一张牌啊。 杨逆决定了, 他要去参加这表演赛。 说完就跑了出去。 商店里几人开始购买物品, 虽然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麻烦在等着我, 但这次我一定要去。 胖子提醒杨逆游戏只能一个人参加, 风险太大。 杨逆让胖子不用担心, 只有拿到黑桃才能弄明白这些事。 好歹也先等发育发育再去参加。 放心放心, 打不了就跑, 我可是主角, 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曲奇不乐意了, 马三, 你这就让杨逆去了。 我们两个就去参加一些难度简单的游戏, 暂些时间等杨逆回来。 太好了, 可以和曲奇一起参加游戏。 胖子回头一看, 杨哥你怎么还在这? 黑桃又不要了。 嘿嘿, 等你回来我们就把时间攒够, 然后直接把店铺开起来。 哼, 我绝对会拿着黑桃回来的。 当一个少年开始渴望力量的时候, 就会变得奋不顾身, 好像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 我们以前就是那个样子, 不是吗? 本次列车即将到达黄泉站, 请乘客坐好下车的准备。 爸爸, 妈妈, 向医生, 你们在哪里啊? 时间银行外, 尊敬的各位玩家请注意, 由于黑桃游戏无法组队, 陪同玩家请留步。 谢谢配合。 胖子和曲奇送杨逆去参加, 那个所谓的黑桃游戏。 曲奇千叮零万嘱咐, 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打不过就跑。 杨逆跟应付老妈子一样, 不停地说知道了知道了。 很抱歉, 这个匹配手环无法带到这个游戏内。 还没进游戏, 就这么严格了, 杨逆不禁感叹。 杨逆看了看ATM机, 奖励也没啥特别的, 还是跟其他游戏一样, 时间加上一张黑桃诶。 他刚刚按下接受游戏, 机器里出来三只触手, 把他整个人抓住。 抓进游戏后, 扔到了一片水中。 杨逆的眼前出现了燕子的幻影, 但转身就离开了, 他想抓都抓不住。 没过多久, 又溺水昏了过去。 曲奇十分担心杨逆的安慰, 胖子只想着怎么在曲奇面前好好表现一番。 幻想着突然出现一群小混混, 拦路打劫, 自己挡在曲奇的面前, 自己三拳两脚就把他们收拾了。 曲奇感恩戴德, 十分感谢胖子。 马三大人, 你好有男子气道, 我就喜欢你这种类型的男孩子。 胖子一想到这个画面, 开心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曲奇一看胖子这个样子, 就知道心里在想猥琐的事。 对了, 之前你在战斗的时候, 总是和一个叫妮可的人对话。 你说的是我的妮可将吧? 她是我的辅助系统, 会帮我处理分析一些我搞不定的情况。 不过她的声音, 只在我的脑海中你们是听不到的。 妮可可是罗莉音哦。 我还想象过她的样子, 是不是很有当漫画家的潜力。 马三, 我们去买一些治疗道具, 然后去参加游戏吧。 黄泉岸头门外, 潜入的话从北门应该会更保险一些, 虽然要绕一点远, 但是那里防御更弱一些。 我要去睡了, 晚安, 阎王大大, 你少在那里假惺惺的了。 如果阎王还在, 他绝对不会饶了你的, 你会下地狱的。 夏儿, 我发誓你会被无尽的夜火彻夜灼烧。 审判日应该受惩戒的就是你们。 地狱, 我就是来自那里的呀, 你又忘记了, 我不会游泳啊。 杨逆猛地从床上惊醒, 发现自己被传送到一间牢房里。 隔壁的你醒了? 要联手吗? 通风管道传来声音, 喂喂, 那边的, 别瞎站队。 另一边也响起了声音, 刚一开始就搞事, 可是会变成重视之地呀。 杨逆觉得自己, 要快点搞清形式和状况才行。 Welcome guys, 欢迎来到我的游戏, 我是你们的典狱长。 我知道, 你们现在还摸不清头脑, 不过不要紧。 我这就来介绍规则。 现在场上一共有十名玩家, 但是其中一个玩家是发牌人假扮的。 发牌人每局会选出一个玩家, 被选中的玩家牢房内会激活一枚战术核弹。 是的, 你没听错, 每个牢房下面都有一颗核弹, 是不是很刺激? 每局分为监禁时间和放风时间, 被激活的炸弹则会在下次监禁时间被引爆。 而玩家要做的是找出这个发牌人并击杀。 如果场上玩家死亡五人时游戏就算结束, 由于所有参与的玩家都是第一次见面, 所以任何道具都无法使用。 监禁时间牢房外的区域将被消毒清场, 任何留在牢房外的玩家都会被清除。 祝大家游戏愉快。 随后牢门打开了, 杨逆觉得一切都是在故弄玄虚, 一道刺眼的阳光射了进来。 监狱外面满是士兵的尸体, 这里难道是古代的战场吗? 中间还有个巨型佛像, 这是在暗示这个游戏和宗教有关吗? 小子刚才的规则你听到了吧? 一个人向着杨逆走来, 有个发牌人混迹在我们中间, 俺们应该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那个发牌人身份是伪造的, 搞不好会让他露出破绽。 俺先来吧, 俺叫宋大海, 山东来州人, 你呢? 你叫什么? 杨逆自我介绍后, 听出这人就是刚才隔壁的人。 宋大海, 杨逆, 我记住了, 不过大海哥哥听上去很想带节奏啊, 这可不是个好习惯。 我叫崔恩雅, 来自韩国首尔, 活着的时候是平面模特。 你们好我叫秀介, 常赖秀介, 日本上班族, 杨逆一眼就发现了他的机械一只, 上班族说之前受了重伤, 全身上下都是铁制的。 后面又来了一位面具男, 听你的口音是关西人吧? 我叫高村剑刺, 来自靖刚, 生前是教剑道的师范。 我是欧英碧利格, 蒙古人, 让我们共同努力找出那个混账发牌人吧。 一只八哥竟然说话了, 我叫做黑帕, AK地狱巴扎黑, 来自伦敦, 背后一位脚踩追的人来了。 我是布莱克, 来自纽约曼哈顿, 平时打打篮球, 搞搞音乐, 我的梦想是学习唱戏。 你呢? 你好像不善言辞的样子, 跟我们说说你自己。 我系黄中, 来自中国香港, 其他就卯了。 上班族发现少了一个人, 杨逆发现从最前面的那间牢房传来哭声, 是有人还没出来吧? 牢房那一个人哭着, 爸爸妈妈, 我要回家。 这个和这个都要买一点才行, 画面又来到曲奇这边, 这个玉浑水很好用的, 不用买, 胖子开始大放厥词, 这东西又贵又难喝。 我们只是去参加个小游戏而已吗? 而且我会拼上性命保护你的。 不许乱力flag, 再这样我不理你了。 王潇洒躲在暗处, 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零号监狱外, 大叔傻眼了, 不是吧? 这也太离谱了。 不知道自己是谁, 不知道怎么来的, 不知道这是哪里, 这种级别的游戏出现新人, 也太可疑了吧。 大叔, 先别急着下结论, 搞不好会误伤有君。 妹子啊, 你别害怕, 听着, 我只是想帮你, 所以别紧张好吗? 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 我要回家, 爸爸妈妈一定很担心我, 先别慌, 你应该是刚来到这个世界, 出现失忆这很正常, 你们回忆起, 来这个世界之前发生了什么吗? 我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 我没有骗人,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没事没事, 别太勉强了, 眼下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游戏中活下去, 你明白吗? 喂? 小兄弟, 你们扯完了没? 这小妮子实在太可疑了, 搞不好是发牌人伪装的, 你让开儿来解决他, 你是不是傻呀? 大叔, 哪有发牌人一开始就露出这么大的破绽, 这可是黑桃薇的游戏啊, 别这么鲁莽好吗? 这时候就要杀法果断, 如果犹豫不决, 怎么才能找出发牌人, 哪怕搞错了, 那也是替大家排除一个错误答案了。 杨逆提醒大叔别忘了, 一旦场上玩家阵亡五人发牌人就赢了, 这一上来就给发牌人送一份, 上班族也觉得虽然那个女孩很可疑, 但是也没有决定性证据说明她就是发牌人, 面具说一上来就想导致, 你怕不是叛徒吧? 原来如此, 是俺太莽撞了, 俺接受批评, 大叔诚恳道歉, 我就是觉得疑点放着不管, 可能会让状况变得麻烦, 我想大家身上多少都会有疑点, 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 我们就采用积分制, 每个疑点算作一分, 如果有人累计到三分, 我们就要提防这个人了, 蒙古人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这样就有容错率了, 大家要明白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让大家相互怀疑, 如果我们发现一个人身上有疑点, 就会发现更多的问题, 反而会把水搅混, 给真正的发牌者以可乘之机, 韩国妹说这叫做一灵道府对吧, 狗子问那具体该怎么做呢, 希望大家可以互相观察和交流, 不要害怕暴露自己的疑点, 至少大家还有两次机会反驳, 或者证明自己, 所以接下来大家多注意身边的其他玩家, 应该有些特征是我们玩家一定有, 而发牌者一定没有的, 哦我懂啊, 发牌人和我们不一样的特征啊, 大叔看了看边上的八哥, 八哥慌了, 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你这是种族歧视, 紧张啥呀, 俺就随便看看, 大叔让他放心, 杨逆心想, 虽然这样可以让大家参与到游戏当中, 但这么做对他自己也很不利, 如果开场表现得太跳, 搞不好会被玩家和发牌人共同针对, 一旦发牌人带起节奏, 恐怕大家都得死, 如果能找到决定性的证据就好了, 我叫梁春, 杨逆身后的新人开始说话了, 我躺在病床上爸爸妈妈就在我身边, 还有好多医生围着我, 我好像生病了, 所以你应该是第一次参加黄泉的游戏对吧, 你还记得怎么参加的吗, 是不是被骗进来的, 我想不起来, 对不起, 没事, 我叫杨逆, 如果想到什么都可以跟我讲, 兴许我能帮上些什么呢, 杨逆被韩国妹子打断了, 那个叫黄中的, 他从一开始就不和其他人交流, 就像个哑巴一样完全不参与, 就站在一边玩他的游戏机, 虽然也没什么, 但是我还是想提醒你多留意一下这个人, 多谢你的情报, 我会注意的, 在找出决定性的疑点之前, 先不要打草惊蛇为妙,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是在你这边的, 韩国妹子开始套近乎, 小妹妹, 别害怕哦, 姐姐奶你, 画面一转, 白叶带着波波潜入进了黄泉案头, 下, 我来了, 警告, 距离放风时间结束还有30秒, 囚犯立刻回到自己的牢房, 并对中央广场进行消毒, 这放风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 快回去吧, 现在也做不了什么, 杨逆觉得自己好奇怪, 为什么会特别在意这个女孩, 就目前来看, 发牌人完全没有露出破绽, 那么发牌人和其他玩家不一样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呢, 而且规则说的提示究竟是什么意思, 还有外面所谓的消毒究竟是, 简直比高考题还难, 看来我得换一种思路才行, 可恶啊, 一点头绪都没有, 宝贝们, 好消息, 电视机又开始广播了, 发牌人选择了县计人选, 下次监禁时间便会启动爆炸, 是不是特别期待自己被选中呀, 监禁时间结束, 杨逆一把冲出监狱, 场地变成了现代战争的场面, 门牌没有变化, 被选中的不是我, 可恶, 该不会是他, 真倒霉啊, 被选中的是蒙古人, 大叔让他看开点, 蒙古人说突然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终于, 在人间的时候就想着戎马一声, 想着战死沙场就算结束了吧, 没想到来到这里, 我等这一刻很久了, 没想到居然来得这么简单啊, 只可惜不能死在蓝天白云之下, 大叔没想到蒙古族这么坦然, 蒙古族卸下头盔, 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在牢房里待着, 大叔佩服他真是条汉子, 杨逆突然想起什么事, 往一边跑去, 到了妹子牢房内, 他还蜷缩在角落, 有人要死了对吗, 是那个蒙古来的兄弟, 感觉真是不清不楚就死了, 我还以为自己可以解脱了, 所有的时间都是借来的, 我本来就不属于现实, 更不属于这里, 我从来都没有真真正正地活过, 天空传来广播, 为了庆祝第一个炸弹激活, 典狱长决定给大家送温暖, 众人不知道是什么温暖即将到来, 都开始戒备, 上班族发现大佛的肩膀上有东西, 一个机械机站在佛像肩膀上, 锁定目标, 开始送温暖, 白夜进入了黄泉岸头内部, 掏出了一把半隐形的步枪, 尝尝这个吧, 消音器响起, 瞬间杀掉两个守卫, 安静且致命, 大功道成, 夏儿老师又完成一幅字, 七个大字, 人生自古谁无死, 再来写一张八, 接下来写什么好嘞, 我想想, 匿急的弹药向着夏儿的头部飞去, 但被轻松躲开, 白夜你真实的早点来的话, 我就不让老朱满世界找你了, 好久不见, 你好像长个子了, 老师, 胖子二人还在犹豫参加哪个游戏安全一点, 一位盗袍打扮的人出现, 你们好, 打扰一下, 胖子看了一眼, 就立马拉上曲奇跑路, 盗袍还在惊讶, 是寡人长得太像坏人吗, 明明很有礼貌呀, 胖子说还好, 还好那个怪人没追上来, 曲奇问胖子为啥要跑, 你忘了, 那个家伙是暗头的人吗, 他一定是在追查白夜的事情, 我知道啊, 又不是查我们, 为什么要跑, 我们是认识白夜小哥哥, 但是他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啊, 胖子说, 直接告诉我, 还是远离他们比较好, 哎, 真是服了你, 那我们还要去参加游戏吗, 要, 我们可以躲到游戏里, 暂避风头, 别了吧, 要不去我那喝一杯, 盗袍终于追了上来, 木矮老子, 胖子一把推开盗袍的手, 你到底有完没完啊, 不要跟着我们, 我们也不知道白夜在哪, 是吗, 可是我还没问呢, 说吧, 白夜给了你们什么好处, 你这家伙什么毛病啊, 都说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 行了, 你们是最后接触白夜的对吧, 不管怎么样, 我都得带你们回去, 就算是交个差你说是吧, 监狱门外, 机械机跳了下来, 大喊在这冰冷残酷的世界, 让我来给大家送去温暖, 小家伙, 被姐姐动手动脚, 可不礼貌, 韩妹轻松躲开了机械机的攻击, 吃俺一拳, 你这机器疙瘩, 大叔的手臂变成了石化拳头, 机械机掌心打开, 发动了火焰攻击, 大叔勉强躲开了, 小家伙这样可不乖哦, 韩妹掏出一条青龙, 来感受下姐姐的体温, 青龙把机械机给缠得死死的, 没多久, 机械机体内一道屏障生成, 把青龙给撑开了, 瞬间消散, 韩妹惊呆了, 这算作弊吧, 喂, 你小子快来帮忙啊, 别玩游戏了, 说你呢, 上班族急了, 机械机趁机偷袭, 还好面具帮他挡住了, 你小心点他戴眼镜的, 上班族又补了一发, 上班高峰爆弹, 威力十足, 但敌不过机械机的一只手, 轻松抵挡住了, 杨逆听外面战斗声响起, 嘱咐妹子, 在我们解决掉那家伙之前, 不要出去, 黑人小哥, 手持长枪上场, 是我唐家霸王枪, 韩妹又在背后补了一条青龙上去, 这一招机械机, 有点受不了了, 面具健壮, 直接发动技能, 刘臂斩, 给怪物补了一刀, 杨逆看样子, 根本不用他出手, 是螃蟹的时候, 要先从蟹腿开始, 哪位来给他的痛快, 大叔冲了上去, 这个人头就让给俺吧, 看我大势碎胸口, 明明刚才还背对着大叔的机械机, 直接头部后折, 死死盯着大叔, 温暖, 温暖洒向大地, 便开始对着大叔狂轰乱炸, 大家小心, 怪物的攻击欲望变强了, 混账东西, 这货的敏捷也提升了, 随后, 怪物转身一跃, 飞到大叔身后, 岩石守护, 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就得手, 大叔的背部也开始被石头包袱, 轮到老子反击了, 大力出奇迹, 这一击又空了, 这鬼东西的机动性太强了, 升级的时候只顾着强化力量, 敏捷完全跟不上这家伙, 没关系, 姐姐帮你, 还不够, 还不够温暖, 黑人小哥又补上身位, 一把长枪准备劈下, 机械机反应了过来, 发动激光眼, 却被一发青龙给击中了, 杨丽手持日月丸插入她的身体, 造成致命一击, 快闭嘴巴你, 黑人小哥质疑, 这条龙不是韩国妹的招数吗, 为什么杨丽也可以使用出来, 我的琉璃本命不仅能输出伤害, 还可以释放在友方身上, 暂时附加我的敏捷属性, 哎, 这孩子居然能将我的能力吸收, 融入到自己的武器上, 你在这温暖泥满吗, 讲了两话了, 这小子不仅加成了崔恩雅的敏捷, 而且他的力量属性本来就很高, 以后你都不会再感觉冷了, 合作愉快, 大家都好厉害, 刚才那些都是超能力吗, 不够温暖, 机械机又苏醒了, 拖着残废的身体向着新人爬去, 客总发糖, 当头一棒, 你不要紧吧, 下次要机灵点才行, 蒙古人出来帮忙了, 这是我最后能帮你们做的一点事了, 玩家请注意本回合放风时间结束, 请各位回到自己的牢房, 好了, 是时候直面死亡了, 对了, 小兄弟答应我件事可以吗, 如果找到那个混蛋发牌人, 替我打扁那个狗贼, 杨妮一口答应, 开始消毒清场, 请各位玩家不要试图离开自己的牢房, 回到牢房, 蒙古人卸下自己的盔甲, 掏出一张照片, 抱歉啊, 老爸果然还是, 哎, 发牌人, 你可别给我逮住了, 妙啊, 妙啊, 镜头回到一名厨师这里, 边上一个爆炸, 周围的东西被震得七零八落, 搞你马呢, 这是, 机器人, 我劝你乖乖站好,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 下次可就要你伸手一出了哟, 切, 去死吧, 你个老屁股, 你个混蛋, 快放开马三, 曲奇手中蓄满了一个火球, 火焰魔法师, 还真是火辣, 但也真是让人火大, 麻烦乖乖听话, 才有糖吃, 道袍一个符咒, 给曲奇压制住了, 你这老屁股, 不要瞎对着我的曲奇乱用法术, 这个女孩子是你的女朋友是吗? 道袍一边说, 一边用膝盖痛击胖子, 怎么不说话, 原来只是单相思啊, 哈哈, 真可怜, 她是不喜欢机器人吧, 你根本就是在满嘴跑火车, 她只是我的伙伴, 我从来都没有那种想法, 还是个纯情男孩啊, 我很好奇, 机器人也会有那方面的需要吗? 哈哈, 你可要知道, 在弥留之地, 拥有过多的感情是会吃亏的, 就像现在这样, 如果我杀了那女孩, 你会很伤心的对吧? 你还没让那女孩见过你原来的样子吧? 虽然有点伤面子, 不过, 让我来帮你一把, 随后就开始撕破胖子的脸皮, 记住, 感情就是产生执念的根源, 搞定一个, 道跑把胖子狠狠地摔到巷子身处, 防冲撞系统失效, 检测到软件不稳定正在强制重启, 胖子的记忆开始模糊, 想起了以前的事, 三, 如果我不小心死掉的话, 你要赶快忘记我, 记忆中你的模样已经逐渐模糊, 对不起, 全都是我的错, 胖子开始自责, 不, 不该是这样, 胖子的以前, 犹如怪物一般, 女友也死在了自己手里, 开通天庭, 使人长生, 三魂七魄, 都跟着我, 走走走, 回家了, 曲奇就这么被带走了, 胖子从巷子里快步冲出来, 道跑以为要偷袭, 一下躲开了, 没想到, 只是想夺走曲奇, 胖子摘下符咒, 曲奇恢复了意识, 马三, 发生什么了, 你的脸, 怎么会, 曲奇, 如果我没能活下来, 一定要忘了我, 胖子悄悄在曲奇的书包上放了个喷射器, 瞬间开始升空, 曲奇被强制带离了战斗现场, 为了个女人, 是吗, 没想过, 不过你说, 在弥留之地不该拥有太多感情, 本来就是带着执念而来, 却在这里产生更多执念, 但是你搞错了两件事, 我根本就没有情感, 也早早谈不上是个人了, 没有情绪波动, 没有心态起伏, 更没有什么执念, 对这样的形势走肉, 心里如果终于有了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 你觉得他会有多努力去做, 我就会有多努力地去尝试杀死你, 监狱之中, 这次被选中的是那个拿着太刀的家伙, 好像叫高村来着, 他得知自己被发牌人选中之后, 就一直盯着自己牢房发呆, 一句话也不和别人说, 还有杨逆你, 从当才开始也在发呆, 一副闲者模式的样子, 是不是心里想着姐姐, 不, 我只是在思考, 玩玩玩, 就特么知道玩, 你特么一直划水, 肯定有问题, 黑人小哥也觉得那小子不对, 总感觉他在隐瞒什么, 就算是刚才那个蒙古兄弟被选中, 也出了一份力, 你呢, 你做了什么, 承认吧, 你就是发牌人, 说话呀, 又哑巴了, 游戏男终于说话了, 清醒一点吧, 这场游戏除了自己, 没人值得被相信, 你怎么确定自己没有被人牵着鼻子走, 杨逆让大叔先冷静点, 我想发牌人应该不是游戏男, 发牌人绝对是个心思缜密的家伙, 如果这么轻易就暴露了, 肯定说不过去, 大叔让游戏男别得意, 这次看在杨逆的面子上, 就放他一马, 不过别露出马脚, 他可死死盯着呢, 我知道你不喜欢带节奏的人, 你大概是信不过我, 相信你也看得出, 现阶段想要自证清白, 除非是被炸死, 但是一味地保持沉默也不是办法, 所以请无论如何做点什么, 什么都好, 随你怎么说, 黄中继续玩着自己的游戏机, 为了庆祝第二颗炸弹启动, 眼狱长决定再次进行送温暖活动, 此次送温暖环节玩家取胜, 将获得游戏提示, 祝大家好运, 大伙, 打起精神, 准备作战了, 寒妹发现了什么, 提示大家有人来了, 周围人看了一眼什么都没有, 寒妹说自己绝对是听到什么东西了, 相信他, 在那里, 是错觉吗, 什么都没有, 有点不对劲了, 突然, 糖果四处飞溅, 隐形的力量给击中了, 身体到处都是伤口, 不知什么东西从众人的脚边迅速溜走, 闪身进入到草丛之中, 这局游戏无法使用回复药啊, 该死, 黑人兄弟只能看着自己的身体渐渐消失, 上班族开始安慰他, 黑人说自己没事, 不用管他, 那怪物随时都会发起进攻, 看清楚是什么没, 大叔说那玩意会隐形, 杨妮又来到新人房间, 让他和上局一样躲在这里, 喊他出去之前不准离开牢房, 他去会会那东西, 此时隐形的怪物已经锁定了房间中的二人, 还好杨妮的盾牌生成, 绑下了这一攻击, 真是狗贼, 这东西怎么神出鬼没的, 大家当心, 这东西攻击力度不强, 这是在试探, 还没真正发起攻击, 突然地面产生了雾霾, 喂喂, 大家快向我靠拢, 杨妮把大家聚集起来, 说自己想到了对策, 寒妹看大叔还在愣神, 把他也叫了过来, 被点名的高村说伤员交给他来处理, 他有种不好的预本, 大家尽量以后面的墙壁作为底线, 把自己的朝向守好, 物越来越大了, 寒妹能感觉到怪物就在迷雾之中, 杨妮几人的状况可以说是烈士中的烈士, 还不发起进攻吗, 他好像在削弄我们的耐心, 八哥吓坏了, 慌得一瓶, 杨妮让大家一定要沉住气, 一旦松懈或者焦躁起来, 就会露出破绽, 那东西故意在和我们好, 要是我们现在满园的话, 说不定可以和这鬼东西硬碰硬, 可是目前牺牲一个伤一个, 还有一个不战斗, 大叔觉得一切按杨腻的指示就好, 这玩意还真有耐心, 刚说完, 大叔的手臂就狠狠地劈了一刀, 还好他是石头做的, 说啥来着, 潮巴东西, 老子的麒麟逼你打得动吗, 尝尝这沙包大的拳头, 但大叔什么都没摸到, 打完就溜, 有没有点男子气感, 出来单挑, 喂, 你跟怪物讲什么道理啊, 这就是这个怪物送温暖的方式吗, 我感觉这货根本就是在戏弄我们, 而且他还很享受的样子, 八哥心想自己太菜了, 没有牛逼的本命帮助到大家, 但他忽然闻到了怪物的气味, 一口咬住了隐身的他, 杨腻发现黑帕咬住了隐形怪物, 但立马被拍了下来, 黑帕说这已经是自己的极限了, 那么可爱的小狗狗你怎么下得去手, 上班族向着黑帕摔下来的地方发动攻击, 尝尝工作压力追踪导弹的滋味, 怪物的反应十分灵敏, 在炮火中行动自如, 刚才多谢黑帕了, 他没事吧, 黑帕说当然没事, 怪物又转向韩妹, 还好韩妹反应灵敏, 仅仅是大一被劈烂了, 杨腻察觉到, 如果说黑帕可以通过嗅觉来预判, 再加上韩妹的敏捷, 好像是个可行的办法, 韩妹看到那个怪物好像是个蜈蚣一样, 杨腻需要大家稍微帮他一下, 尤其是黑帕, 这次就靠你了, 胖子和盗袍还在激烈交战, 胖子还是无法认同盗袍之前说的那些, 还这么固执啊小朋友, 看来只能把你拆掉打包带走了, 黄泉按头一贯的手段, 是什么让你丧失了人性? 时间? 权力? 恐怕你永远也不会懂了, 小朋友, 身为人类的那种复杂又微不足道的感情, 在审判日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盗袍一拳直接贯穿了胖子胸口, 怎么样? 还站得起来吗? 我忘记你是不会感觉到疼痛的对吧? 所以说, 你也不会感到恐惧了, 突然黄泉按头爆炸声响起, 盗袍看了一眼爆炸方向, 是黄泉按头, 不好, 夏儿, 警告, 当前能量过低, 机体需要手动修复, 胖子体内的警报全响了, 是否启动三号紧急协定? 等待授权, 胖子, 请立刻授权启动紧急协定, 胖子眼前浮现了女友为他吃饺子的场景, 燃料过低, 维生系统正在断开, 维生系统已关闭, 黄泉按头楼顶, 白夜和夏儿针锋相对, 这是何必呢? 还没过节就搞这么大动静, 对手是夏儿老师, 当然要全力以赴了, 你偷拿了我的巨石沙漏, 还在游戏里杀了你师弟, 还记得叛徒的下场吗? 背叛师祖, 当斩, 不过为师疼你, 你把东西还回来就没事了, 或者为师还有个B计划, 要做决定就快点哦, 突然无数只手抓住白夜的腿, 老师, 快收手吧,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阎王的时间不是我们应该拥有的, 你这只会害了所有人, 白夜正开束缚, 如果老师犯了错, 就要由学生来纠正, 坏坏, 罢了, 为师疼你, 二人快步向前, 大战一触即发, 监狱门外, 黑帕大喊, 杨逆, 这样行不行得通吗? 当然没问题, 皮皮狗, 我们走, 这边这边, 收到收到, 来了, 看到, 这次在这边, 杨逆在黑帕狗的帮助下, 不断斩断怪物的足部, 由黑帕组成头部, 果然NBR, 身后的队友都夸赞杨逆这小子, 真激励, 怪物趁他们聊天, 来到杨逆身后, 你来几次, 我搞你几次, 哎, 等一下, 这只有一截, 怪物直接舍弃一截身体, 模糊了他们的感官, 从背后发动偷袭, 黄中及时现身, 一个袭击, 击中了怪物头部, 你别误会了, 我在进入这场游戏的时候, 就决定不会相信任何人, 你也看到了, 我现在在打电动, 是身体擅自做主, 你们的战术, 真是漏洞百出且单调, 我只是想快点打完这个怪物, 大叔让他别光地动嘴, 到底行不行啊, 行不行, 待会你就知道了, 最鬼东西会隐形, 而且速度快地吓人, 你要单挑他, 买保险了没啊, 行了, 你俩都少说两句吧, 大事不妙了, 这次气味, 是从四面八方来的, 快, 找掩体, 我们在死亡中徘徊, 杀内间的罪孽便会将你推入万丈深渊, 而我, 就是来审判你的, 万魔尽灭, 一切都开始天崩地裂, 一块巨大的碎石飞来, 被大叔抵挡住了, 再这么下去, 这黄中会被自己的本命反噬啊, 撑住, 黑怕, 千万别松手, You see, I am on fire, 惨了, 撑不住了呀, 杨逆, 黑怕, 别怕, 我来了, 寒昧在乱石中穿行, 接住你了, 我呢我呢, 还有我呢, 感受老子的愤怒吧, 摔崽, 还有傲慢, 嫉妒, 贪婪, 黄中三五两下, 就把隐形的怪物, 做得七零八落, 把身体的核心给拽了出来, 全埃落定, 黄中开始劝导自己, 冷静冷静, 一定要冷静, 冷静, 嗯, 好多了, 黄中刚才分明是差点就暴走了吧, 我都以为他要被本命反噬了, 能够中断本命反噬, 我也是第一次见, 但这次多亏了他了, 梁春, 你不要紧吧, 杨逆第一时间赶到新人那边查看情况, 喂, 梁春,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有人来过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虚弱, 我是不是要不行了, 别乱想, 你先休息一下吧, 不要勉强自己了, 放轻松, 外面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好好休息吧, 他们在怪物身上找到一张纸条, 好像是提示, 要去看看吗, 啥啥啥, 队上写的是啥, 杨逆说让他来看看, 你们谁看得懂, 我反正看就不懂, 队上写着数字五, 应该就是说五号牢房, 五号, 是我, 黄忠举手示意, 俺懂啊, 发牌人就是你, 黄忠, 这纸条, 就是在提示发牌人的房间编号, 你之所以出手, 就是知道提示会揭穿你, 想冲好人, 但是现在已经晚了, 无语了, 那纸条剩下的信息, 你怎么解释, 纸条只是提示, 数字也许可以换成任何人的房间号, 重点在符号, 我们大家序号再重新梳理一下, 除了二号的蒙古大哥, 现在场上有八个玩家和一个发牌人, 如果能破解纸条上的谜题, 就能找到答案, 最后就是关于这个可证伪, 什么是可证伪, 为什么是可证伪, 黄泉大街上, 曲奇带着阿金老板赶了过来, 你们是在这附近被黄泉案头的人袭击了吗, 黄泉案头的人已经开始出手了吗, 马三, 是你吗, 回答我呀马三, 金大叔快来, 马三在这, 监狱中, 黑人询问他们是否抓出发牌人, 很遗憾并没有, 提示太隐晦, 大家又陷入迷茫了, 高村让他别再多想, 好好休息, 符号, 数字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吧, 杨逆百思不得其解, 梁春睡眼朦胧中看着杨逆的背影, 感觉眼熟极了, 我觉得发牌人可能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发牌人, 黄中给了个观点, 上班族觉得这个观点很新颖, 为什么刚才不加入进来, 黄中十分不屑, 要你管, 俺不信, 俺不服, 这纸条一定有什么鬼怪, 这纸条一定是经过特殊处理, 只要对准阳光, 我真特么服了, 还真是一张普通的纸, 好了好了, 放风时间结束, 老规矩, 自觉点吧都, 乖乖回到房间准备聆听美妙的音乐吧, 可恶, 算上剑刺老弟你, 下一局再死一个的, 我们就快输了, 剑刺突然拔剑出窍, 黑人疑惑不解, 我刚刚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黄泉岸头院内, 小喽啰们都在看戏, 夏儿老师和白夜真是难分高下呀, 不你错了, 夏儿根本就是在放水, 喂, 出什么事啊, 怎么不上去帮忙, 夏儿老师不让我们插手, 哈, 老师在上面和谁, 和白夜, 你怎么还是理解不了为师的苦心呢, 你刚才不是说如果老师犯错, 就该由学生来纠正吗, 可恶, 本命解放也到极限了, 如果我的老师, 阎王大大, 如果他也犯了错, 是不是该由我来纠正呢, 阎王大大, 就不该留你一命, 傻孩子, 为师是真的真的真的, 爱着阎王大大的了, 白夜心想, 不行, 还要再拖一回, 阎王大大是为了大家, 为了黄泉岸头, 为了弥留之地才离开的, 所以, 我才要创造一个只属于我一个人的阎王大大, 那个保存着他记忆的沙漏, 是一切的关键, 快停下吧, 夏儿, 你会害死所有人, party结束, 洗洗睡吧, 道袍参与了战斗, 给白夜的脊柱每个关键部位扎上了针, 现在一动都动不了了, 白夜你还记不记得很久以前, 你说你好像喜欢上了一个人, 你还说会为那个人去摘彼岸花, 到此为止了, 剩下的就拜托你了, 不不, 原来入侵之前, 他们就商量好了计划, 一会进去之后, 我来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力, 你让小鹿去藏金阁, 找到阎王的笔迹, 拿到手就走, 不用管我, 乖, 画面一转, 白铜来到一个神秘人家中, 那么你的答复是, 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我能感觉到, 你的立场似乎并不是很坚定啊, 不再考虑一下吗, 黑铜老弟, 你很鸡婆呀, 白铜, 我希望你能明白, 你接下来做出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仍然保留自己的看法, 我也没办法, 审判日当天我会去的, 但是至于我要怎么做, 那就看心情了, 非常好, 毕竟要有人成为新的神, 我们才能活下去, 那种事情用不着你说, 只是, 我们这算是自保吗, 不管皇权之主是否接受审判, 我们都要做好两手准备, 监狱门外, 杨逆开始质问, 为什么从布莱克房间出来的人是你, 高村见刺, 布莱克人呢, 灵魂流失殆尽, 死了, 我就借用一下他的房间, 怎么可能会那么巧, 是你杀了布莱克, 你这是纠战雀巢, 是我杀的又怎么样, 你要把我杀了, 给发牌人再送一份, 如果接下来你再被选中, 你就会对其他人下手对吧, 那家伙受伤了, 没有战斗力了, 留着也是累赘, 先消消气, 虽然不中听, 但这家伙说的确是实话, 大局为重啊, 不如去看一下新被选中的人黄忠, 上班族看黄忠一直在打电动, 丝毫不在意, 黄忠说自己的能力太强, 肯定会优先处理, 黑帕开始慌了, 不是吧, 那我岂不是危险了, 看来要赶快找出发牌人了, 嗯呀小姐姐, 是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的呢, 梁春和韩妹开始在牢房聊天, 我呀, 被个渣男气骗了, 就是那种脚踏五六条船的大主体, 当时一时想不开, 姐姐这么漂亮, 身材这么好, 来到这里也很受欢迎的吧, 别这样说呀你, 既来之则安之, 而且还有个那么照顾你的人, 想不通啊, 杨丽的脑袋像是秀住了一般, 刚才尝试了把大家的房间号带入九宫阁, 可是尼玛十个数字, 总有一个会多出来, 而且现在最要命的是, 和大家相处下来, 感觉大家都很正常, 如果是梁春, 恩雅姐, 我真的下得去手吗, 不能这么想下去了, 理性, 理性一点, 哎, 卧槽, 对了, 我好像知道了, 发牌人的真实身份, 高村闪现之背后, 我就知道是你, 丢你娄某, 黄忠再次及时出现, 袭击高村的头部, 高村见次, 已经沉不住气了吗, 呵呵, 出什么事了, 大叔告诉韩妹, 高村就是发牌人, 见到老师吼, 还给自己编了个身份啊, 嗯, 这是什么东西, 杨丽看到一根电缆, 直接插入高村的后脑, 事情好像并不简单, 刚才有点忙, 不好意思哈, 广播声响起, 这次是典狱长大人, 亲自来给各位温闹, 下次我去拉屎的时候, 你们给我机灵点, 他他他他, 他来了, 黑帕看着背后的怪物, 害怕极了, 死刑, 全部死刑, 立即执行, 全员, 死刑, 没得商量, 高村听到命令开始发动攻击, 俺就说嘛, 原来是被怪物控制了, 瞎包玩意儿, 囚犯居然敢对狱警动手, 最佳一等, 杨丽这下被火炮压制的, 一动不敢动, 典狱长交给我, 你去帮宋大海对付高村, 就连黑帕也在躲避着炮火轰击, 听说你在米奇乌做销售, 都来弥留之地了, 还是个上班族, 真是个贱骨头, 你连给老娘舔鞋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你愿意给我当狗, 我就考虑最后一个再杀你, 连还手都不会, 真是下贱, 废物, 像你这样的弱臂, 就不配活着, 黄中从背后快步跑来支援, 又来一个送死的, 失交了你, 什么情况, 居然不躲开, 自己送上来, 我就不客气了, 我刁, 搞灭呀, 黄中, 危险, 上班族一把推开了他, 另一边大叔和高村还在激烈战斗, 这样也不是个办法, 再耗下去, 只怕我的眼甲都会被击碎, 要想个法子, 把那根线切断才行, 还没等休息片刻, 高村再次使出一个上批, 另一把刀光出现, 狠狠地把这次攻击给抵挡住了, 原来是杨逆及时赶来救场, 他虽然被控制住了, 但也是玩家, 如果把他杀死, 就给发牌人白送一份, 既不能伤他性命, 还得和他打, 如果打得过的话, 这个小家伙就交给你了, 黑帕暂时没啥作战能力, 只好先避开战斗, 我去帮杨逆对付高村了, 你们小心点, 一个火烧没毛的吃线, 一个loser上班族, 喂, 黄中, 快再开个大烧死这壁池, 大招不是说来就来啊, 技能还没好, 行吧, 我来帮你拖延些时间, loser上班族是吧, 听起来还真是刺耳, 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 刚刚已经压制住我了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长安秀介, 你也可以亲切地称我为射出电车之狼, 爱好是受虐, 也就是你们常说的, 蛤, 你个死变态, 很奇怪吗, 这只不过是支撑着一个社畜上班族, 能有勇气面对生活的小小爱好罢了, 嗅见你这家伙, 难以下咽的外卖, 令人抓狂的甲方, 乐于智慧的领导, 能力不足的属下, 比起这些来说, 被女人踩他踢开什么的, 简直就像是治愈身心的娱乐节目, 继续放马过来吧,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来解决我, 如果你失败了, 黄中的必杀技就会杀了你, 黄泉暗头府内, 道袍开始吹牛逼了, 然后我一个剑步, 电光火石, 石破天惊, 惊涛骇浪, 浪中带吻, 然后我们就抓到白夜那小子了, 他居然自己送上门来, 不过不要紧, 只要送到GT科技, 读取他的记忆就可以了, GT科技, 对啊咋了, 整天打打杀杀, 还是吃饭要紧啊, 你说是不是啊, 多谢款待了, 江上老弟, 下次有机会再找你喝茶, 白夜,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监狱门外, 韩妹让杨逆别勉强, 让他来, 对于兵器来说, 一寸长一寸强果然有道理, 如果我的刀能再长一些就好了, 高村开始嘲笑杨逆, 让他那把短刀留着切副用吧, 最糟糕的是刚才挡了高村几招, 虎口被震得生疼, 两只手拿的话会稳一些吧, 杨逆的手套接触到日月丸的瞬间, 日月丸迅速增长, 还附带了手套的紫色剑气, 手套与日月丸融合了, 这下真的一注晴天了, 原来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他能尝得过我, 笑话, 你自己看, 真的比你尝那么一点点啊, 我呸, 老子照样砍爆你的狗头, 该觉悟的人是你, 两人对砍起来, 觉醒的上班族还在跟怪物交战, 虽然好痛啊, 可是没用的, 我可是万年受虐狂, 去死吧, 射出电车之狼, 可恶, 大招CD还需要一会儿, 只能硬钢了, 没人能抵挡我的地狱美颜闪光, 我靠, 太大意了, 丢, 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了, 月要日记地铁之腿, 上班族恢复过来, 立马补上攻击, 黄中, 没事吧你, 没事, 不过我暂时失明了, 不赖骂上班族, 这么近的距离都没有闪下你的狗眼, 太和金做的吗, 错, 是比太和金强力一百倍, 全年每日二十四小时盯着屏幕练久的, 超级静视散光无敌加班之眼, 你是专门来刻我的吧, 有点喜欢你了, 吸内吸内吸内, 可恶, 可恶, 杨丽心想虽然自己的刀法不及他, 但恩牙给的敏捷足够甩他一条街了, 杨丽,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大叔赶来了, 让我把你拆成人质, 留在我身边, 你以为我会就此屈服吗, 一只手也能打抱你, 每晚单手刷推特的我早已练就出, 麒麟刷推手, 哈哈, 我好像已经发现你的可爱之处了, 那就让我近距离感受下你的特别之处吧, 黄忠在背后突然发动技能, 怪物惊讶到了, 你应该已经被我闪瞎了才对, 火眼睛睛了解一下, 哈哈, 让我逮到破绽了, 大叔双手把高村给架住了, 杨丽, 趁现在, 把那根线砍断, 杨丽抓准机会, 向着电线劈去, 怪物盯着杨丽那边, 没这么简单, 黄忠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对手, 刀尖已经劈上电线了, 但怪物还说太迟了, 太迟了, 电线成功被砍断, 高村手起刀落, 直接连同自己和大叔, 把刀插入身体里, 高村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 一次两个, 双倍的快乐呀, 转到了, 哈哈, 你们已经没有胜算了, 还好对等枪笔吧, 给老子死, 黄忠跳到怪物身前, 抓住他的衣领, 你这丑八怪, 黄忠发威, 一下就将怪物的手臂扯断, 但怪物丝毫不在意, 竟然还笑得出来, 他一下把怪物的头往递上按去, 被压得粉碎, 这下满意了吗, 果然黄忠才是我们的王牌, 消耗太多能量了, 黄忠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最后死在自己的刀下, 真是一言难尽, 死不足惜, 大叔开始咳嗽, 还没让他别说话, 帮他检查一下伤口, 大叔把岩石铠甲覆盖在伤口上, 一时半会死不了, 高村见次战死, 黄忠就可以继续使用布莱克的牢房, 躲过爆炸, 如果宋大海没能挺住, 下一局再选出一个人的话, 那就全GG了, 黑帕看大家都为你不振, 要不然去表演个匹刹, 给大家打打气吧, 黄忠突然体力不支, 跪在地上, 连着两次使用暗玉夜火, 身体有些吃不消了, 看来接下来的战斗只会更加吃力了, 可惜了我的女朋友啊, 大叔建议大家直接投降算了, 你看看我们现在就算找到发牌人, 能战斗的还有几个人, 如果投降说不定还能活下去吧, 求个饶而已吗, 实在不行就求发牌人下手痛快一点也行了, 宋大海,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 阿弥陀佛, 杨逆叹了口气, 我觉得我们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杨逆从开始带着我们好不容易撑到现在, 等会儿, 从开始就带着我们的事, 杨逆的日月丸瞬间贯穿了上班族的胸口, 抱歉, 没机会了, 耍人可真有意思, 杨逆, 你做什么呀, 伴随着众人的惊叫, 杨逆拔出了日月丸, 还没明白吗, 各位, 常来秀介就是发牌人, 我已经破解了那张字条的提示了, 所有的提示都指向一个人, 确切地说他根本不是人, 大哥, 你有病吧, 我都这样了你, 还想怎样, 杨逆老弟, 你悠着点啊, 要是搞错了, 俺们就彻底没戏了, 是啊, 秀介刚才为了替我争取时间, 差点就挂了, 你是不是弄错了, 我想大家也发现了, 常来根本就是机器人, 而每次出来的怪物, 也是机器人没错吧, 这这也行, 就算我是机器人, 也不能说明什么呀, 都要有可证伪性, 而提示中的可证伪说的, 便是科学或者是科技, 只有秀介没有本命, 而且还是科技的产物, 如果我们把本命看作是一种超能力, 那么我们的本命就是不可证伪的, 无法用科学所解释的便是不可证伪, 至于数字和符号, 我们画一个九宫格就可以推导出来了, 发牌人的符号对应的就是九号牢房, 常来秀介, 真的全部都对上了, 常来, 原来你一直做戏, 你个老千, 宁娘, 针尖碍眼啊, 奥斯卡都欠你个小惊人, 我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能获奖, 什么玩意啊, 先给我等一下呀, 我问你杨幂, 你从开始就在带节奏, 尽管我承认你是为了我们好, 但你总是偏袒那个零号的梁春, 他不也是什么都没有吗?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挺长时间, 不过, 就在刚才, 我看着那尊佛像时回忆起了些事情, 阿拉伯数字零来源于古印度, 这个数字充满了宗教含义, 零代表了佛教的万事皆空, 都是不可伪证的宗教之一, 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吗? 发牌人? 什么鬼呀? 这种提示都能解开的, 才最可以好吧, 你根本就是栽赃, 看在我帮你争取时间的份上, 我的那段说辞明明很精彩的呀, 是吧? 黄忠? 对不住, 我之前说过这场游戏除了自己, 谁也不信, 我知道我没有杨幂那么机智, 也没有黄忠那么强悍, 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 为什么最后还是这样? 杨幂? 你还真不赖吗? 给我去死, 我了个大草, 大海哥, 杨幂刚才已经补了他一刀了, 只要我们一起就可以杀了他, 你怎么能使用道具? 规则里说玩家不能使用道具, 关我什么事, 就让我来让你们感受一下, GT科技的真正力量, 胖子被送到了燕博士家里, 黄泉暗投这帮畜生, 真吓死手啊, 我说白燕, 这孩子到底怎么样了,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哈哈哈哈, 这家伙, 还是老样子, 真是不可思议啊, GT的紧急协议居然被启动了, 系统在检测到重大故障后, 会把灵魂储存在这个磁盘里, 但是这需要得到本人的授权才可以完成, 但马三的黑匣子里看来, 当时并不是马三授权的, 而是, 一个叫Nicole的, Nicole竟然可以绕过授权, 启动紧急协议,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监狱门外, 上班族变身完毕了, 上班族这个词我理解了好久, 这世界上怎么会存在上班族这种东西? 来来来, 别这么死气沉沉的嘛, 我应该先恭喜各位啊, 接下来只要打倒我, 或者让我再干掉一个就收工, 怎么样? 入口吧, 你就是GT科技生产的金属垃圾, 垃圾, 需要在他该在的地方, 我无论如何都要打败你个铁憨憨, 这张黑桃我要定了, 这句话我都听密了, 你们是我剑部最差的一届了, 下次就模仿你的样子好了, 居然敢说科技是金属垃圾, 还有你, 你的大还有多久, CD, 让我来帮你拖延些时间吧, 哈哈哈哈, Holy shit, 这下要命啊, 黄忠被飞弹里的锁链给捆住手脚, 一动不能动, 黄忠, 我看你是个狠人, 才用的菌树弹, 如果你有兴趣和我联手, 杀死其他人我就保你不死, 那你还是杀了我好了, 那就是没得商量咯, 我, 我, 我和你联手, 喂, 你疯了吗, 说好的保我一命, 我愿意和你联手杀掉其他人, 哎呀, 你别相信他的鬼话呀, 他晃你的, 我只是个弱女子, 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要选择强者才能自保了, 那我可要动手了, 下地狱去吧, 原来韩妹只是在假意欺骗, 可惜一发飞弹没有命中, 敢骗我, 我的手段是你无法承受的, 可恶, 最后还是没能帮到大家, 下次不可以再这样冒险了, 这个杨逆有点东西啊, 杨逆, 一定要小心啊, 上班族的机械眼, 竟然无法识别出杨逆的手套信息, 还是尽快搞定这场游戏为妙, 英雄就美, 那么喜欢做英雄是吧, 我告诉你, 就算是英雄, 也救不了所有人, 我顶你个废, 这下死翘了, 杨逆最快速度跑向黄中, 把她救了出来, 我说了你就不了所有人的, 放开那女孩, 去吧, 去吧, 杨逆很担心你呢, 对, 很好, 就这样大胆地往前走, 混账, 住手啊, 妹子你莫回头, 杀完, 收工, 梁春啊, 哈哈哈哈, 我说什么来着, 五个回合之内结束游戏, 那那我就启动清场程序了呀, 老大, 这是什么, 这也太离谱了, 可恶啊, 全完了, 游戏失败了, 我们都会被抹除, 丢了一个嗨呀, 可恶, 可恶, 可恶啊, 棒极了, 棒透了, 这么一来, 我已经连续赢了三场游戏了, 你们赶紧享受着最后的几分钟吧, 黑帕也很无奈, 只能用最后的力气咬住上班族, 低等生物, 去死吧你, 我想起来了, 那时候看到的, 就是杨逆哥哥, 杨逆哥哥, 你爷爷的病啊, 保守治疗得需要三十万, 三十万, 我去哪里弄这么多钱,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有没有头晕或者什么不舒服的, 没有, 我今天都把早饭全部吃完了呢, 当时隔着玻璃只看得清背影, 后来向医生告诉我, 你爷爷得了重病那种感觉一定很不好受, 就像是爸爸妈妈得知我的病情时很难过的样子, 天啊, 我到底该去哪弄这么多钱, 我这才刚实习第二个月, 工资都都还没发, 就算是去借钱, 谁会一下借我这么多啊, 这是什么, 是写给我的吗, 你好啊, 请问有人在那里吗, 没想到在这里见到杨逆哥哥, 你一定经历了更糟糕的事情吧, 喂, 你们做办公室的, 看到了吧, 我赢了, 快点宣布游戏结果呀, 不可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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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不要再有这种感觉, 停下, 快停下呀, 还是不能原谅啊, 有什么力量来了, 什么情况, 闭嘴, 闭嘴, 他这是怎么了, 杨逆, 别吓姐姐, 滚开呀, 我腰, 撕碎你们, 全都给我死, 他要被反噬了, 不能再拖下去了, 杨逆, 不可以失去理智, 冷静, 听我说, 冷静下来呀, 喂, 怎么搞得这么麻烦, 我的计划里没有要处理这种事情的预设方案啊, 全部消灭, 统统消灭, 这是什么本命解放啊, 明明是被反噬了, 真让人头疼, 磨化后的杨逆, 一眼就锁定了上班族, 再坚持一下, 马上就会宣布游戏结束了, 杨逆魔化后的速度异常惊人, 一拳狠狠砸在了上班族脸上, 硬钢是不可能硬钢了, 这辈子都不可能了, 为了保险起见, 溜了溜了, 再等一下, 马上就能解开了, 杨逆现在的状态很危险, 他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无法再被反噬的灵界点冷却下来, 如果不快点想办法, 等他的灵魂被消耗干就直着, 本命反噬而已嘛, 呵呵, 只要不和他正面战斗, 等他灵魂耗光就取他狗命, 一直让他这么咬着也不是办法,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GT科技的, 什么东西, 喂, 等一下, 杨逆, 是我呀, 我是秀介啊,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们还没找到发牌人呢, 等会儿, 哥, 哥哥, 终于解开了, 可是黄中, 你在干嘛, 啊, 这次我确实是和表面一样在打电动, 但这是唯一能保住杨逆的方法了, 可惜已经没机会就那个叫凉春的姑娘了, 好家伙, 抱走之后还挺忙啊, 还没等他话说完, 杨逆一拳就打在他的人造脸上, 还来, 杨逆你也太执着了吧, 但很可惜, 你已经没时间了, 这种状态维持个三四分钟也就很不错了, 你也是为个让我撕破脸皮的家伙, 杨逆的魔化状态失效了, 心里只想的凉春, 凉春你, 别死, 被本命反噬后会获得极短的抱走时间, 那只不过是回光反照而已, 之后就沉归沉, 土归土了, 凉, 春, 看来嗓子已经实话了, 喉咙会像被火灼烧一样吧, 很想喝水吧, 想去那女孩身边直接告诉我吗? 哎呦, 对啊, 我忘记你已经说不了话了, 杨逆在雪地里写着什么, 只能下次再和你说谢谢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这场游戏我就算溜杀了, 加上你的话, 毕丽阁大叔抱歉了, 恐怕不能替你教训这家伙了, 你求求我, 我就给你个痛快帮你解脱, 怎么样, 你说不了话, 不接了你, 白童大人他不接电话呀, 怎么办, 白童大人应该还在黑童那里办事吧, 这种情况真的很奇怪呀, 明明看着梁春被砍死了, 为啥显示状态良好呢? 黄中啊, 你这么爱多管闲事吗? 哪都有你, 这次来条龙, 下次就是到彩虹了, 黄中, 快去救杨逆, 他快彻底实话了, 美女别说我欺负你, 怜香西域这个词可从来不在我的字典里, 尤其是你这种类型, 落地三秒不沾灰, 人死三分魂才末, 应该还能赶得上, 黄中在游戏机上一顿操作, 突然一道紫色屏障展开来, 时光倒流, 杨逆, 你给我振作点, 杨逆的实话解除了, 恢复成之前的样子, 起来看到自己的状况, 黄中, 难道连你也死了, 我在做梦吗? 居然成功了, 干得漂亮, 黄中, 犯规啊呀, 你这家伙怎么会有道具, 别傻了, 秀剑, 不过是张游戏卡带而已, 时光倒流, 要在第五关弓箭手塔楼, 连续输入上下上下, ABAB才会出发, 常奈秀剑, 想好怎么死了吗, 我去买个橘子, 你待在原地不要走动, fire, ET will, 燃烧吧, 吞噬吧, 我要引爆所有核弹了, 黄中, 那是什么, 只要我按下开关, 这里所有的核弹, 都会在没有隔离的情况下爆炸, 喂, 别搞啊, 你要是打不过投降就可以啊, 何必搞这样呢, 就算同归于尽, 我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我的信仰, 什么狗屁能力者, 都是棋子而已, 哈哈哈哈, 就算是皇权之主也好, 阎王也罢, 他们又能逃得过自己的命运吗, 那我问你们, 因果报应天道轮回极乐世界, 真的存在吗, 一切众生, 也包括机器人吗, 你在说什么胡话, 把遥控器放下, 我都不在乎, 哈哈哈哈, 怎么没反应, 手, 我的手, 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 这家伙不会是故障了吧, 卧槽, 梁春, 这次, 换我来保护大家, 我不会让你的奸计得逞, 你应该已经, 啊, 我懂了, 游戏, 游戏一直都没有结束, 为什么, 你没死, 我明明计算好了每个细节, 多亏了你, 我的本命机械之心觉醒了, 杨逆趁此机会, 拔出地上的日月丸, 狠狠地劈去, 发牌员被击败了, 画面回到之前, 哈哈, 我当时什么要紧事呢, 那个女孩, 是我把她送到游戏里的, 她是个对我们很重要的存在, 她的本命并不来自我们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的规则多半对她无效, 啊, 什么意思, 她在弥留之地是杀不死的, 懂吗, 她的能力来源很特殊, 算是上天送来的礼物, 谢天谢地, 病人的情况好转了, 刚才是怎么回事, 她差点就断气了, 那女孩的本命来自她原本的世界, 一个被保护起来的女孩, 不会有人让她死去的, 她只是睡着了, 一旦她的生命受到威胁, 或者即将死去之时, 总会有人不顾一切地将她拉回来, 所以说, 她的本命来自于一群拥有更强大本命的能力者, 游戏完成, 即将打开传送门, 下次我是不会忘记关话筒的, 拜拜, 我们终于, 做到了, 没想到最后竟然被一个姑娘给救了, 别这么说嘛, 黄忠, 再怎么说, 我们也是一起战斗过的伙伴, 是吧, 你头上的耳朵是怎么回事, 再往上一点点, 这是啥, 妈呀, 怎么长出了奇怪的东西啊, 哈, 我又赢了, 小兵们在暗头的监狱里和白夜酗酒, 以前我们都一直受学长你的照顾, 真没想到如今, 夏儿老师要把你送去GT科技, 说是那里的人有办法让你开口, GT科技啊, 这次是真麻烦了, 夏儿老师一定是打算动真格的了我觉得, 白夜看了看脖子, 现在还无法破解老猪的封印术, 想逃出的话, 就得拜托那家伙, 你们两个, 那边明天过来接人, 老师让我们七点集合, 白夜学长, 这是我们见你的最后一面了呀, 喂, 别这样不至于了, 哈哈, 你捣得我都想哭了, 游戏完成, 传送门打开了, 一阵微风拂过, 杨丽总觉得, 好像忘记了什么事, 幸好我回头看了一眼, 真是的, 差点把黑帕给忘了, 现在没事了, 回家家了, 那么接下来, 大家都有什么打算吗, 我先带梁春搞身衣服, 然后安顿好它, 接着去找我的伙伴们, 最后还要参加那个表演赛, 可以啊小伙子, 什么时候准备C位出道啊, 嗯呀姐呢, 你也会去参加吧, 我就不去了, 其实我是一名卡牌猎人, 将游戏中获得的卡牌贩卖出去, 换我想要的东西, 卡牌猎人来参加这种难度的游戏, 还真是少见爱, 下一站即将到达, 黄泉站, 那就先这样咯, 黑桃鱼果然很抢手, 我刚联系了卖家, 要去交易了, 我们还会再见的吧, 大概, 不会了吧, 哈哈哈哈, 开玩笑了, 山不转我转,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可千万不要死掉啊, 想我的话就来, 电气接黄昏录, 姐姐再见了, 要加油, 不要抛笑我呀, 我在等人, 你们不用管我, 我闻到了, 杨逆, 三点钟方向, 黑帕跳上杨逆的肩膀, 正点啊, 要不要去搭讪试, 她在看我眼, 你刚当的悲伤, 瞬间就一死而空哦, 黄毛妹子, 冲着杨逆几人这边打招呼, 黑帕以为是冲着她来的, 在这里啊, 黄中, 田狗果然一无所有,